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会议结束的时候,李作群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消息,那就是高明为县里拉来了五千万的投资,而且这个投资已经谈妥,等招商会结束,还会有几个亿的投资落地大化现。 不过当他们看到黄平义非常难看的脸色,突然意识到黄平义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他妈的问题可严重了,能坐在这儿开会的可都是成了金的人物,尤其是几大常委。 虽然高明现在主抓经济,但黄平义可是县长,经济建设方面还是他说了算。 可高明不向直属领导汇报,居然跑去李作群啊,这他妈的可是赤裸裸地打脸。 更严重的是,招商引资真的能有几个亿,那李作群在大化现的地位会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而黄平义这个大化现的土皇帝将会实施。 想到这儿,下面的人心里开始打起了小酒酒,是不是该选择重新站队的时候呢? 李作群看到下面的反应很难意,他知道,黄平义一手遮天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之后会成为过去。 高明同志啊,你说说招商引资和招商会的安排,党组班子会全力地配合你。 高明微微一笑,对于黄平义看着他冰冷的眼神毫不赛意。 在他认为,凭他的靠山再加上李作群,黄平义够不成威胁。 而那个比他还年轻和他一起下来的杨镇长,在他眼里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丑,他才懒得去理会那个家伙的死胡。 高明很平静地把招商引资和招商会的具体事项说了一遍。 招商会还得让县招商局配合。 黄作群微微点头,看向招商局局长上响舞。 招局长,招商引资和招商会可是我们县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你一定要配合好高明同志。 商想无极力地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哪有不兴奋的。 哦,请书记放心,我一定会配合好高副舰长。 书完感觉到浑身发冷。 微微抬头,就看见黄平义冰冷的眼神。 急忙低下头,这么大的政绩,他可不在乎重新站队。 黄平义扫尸下面一眼,暗中叹了口气,看得自己这一次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黄平义扫尸站起身,好了,咱会吧。 众人谁也没说话,鱼杆而出。 黄平一回到办公室,脸色变得铁青,拿出烟尾接一口地抽,眉头紧紧地皱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打响。 黄平义喊道,进来,他的秘书推开门,知道县长心情不好,多话都比平时更加小心翼翼。 县长,大话镇,杨书记要见你。 黄平义精神一振,他突然想起黄欣欣做话给他,说是杨洛拉来了投资商。 这是他翻身的机会。 让他见。 秘书点点头,转身走了出去,紧接着杨洛走了进来。 杀人这么久了,才来向您汇报工作,几个嘴啊。 虽然杨洛话说得通,可黄平义在杨洛眼里并没有看到一丝骨,反而给他一种高高赛商的感觉。 这不但没有让黄平义感到不满,反而更期待,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杨洛同志啊,有什么事坐下说吧。 杨洛把手里的规划书放到黄平书桌上。 您先看看。 黄平义翻开仔细地看了一遍。 小杨,我在这份规划书上看到了大化镇的未来,可这里面的问题也很多,你怎么解决? 你所说的问题,其实就是钱,是投资商,他准备投资五千亿,在大化镇开发旅游项目,还有一些其他产业。 并且已经谈了多了几天就能签合同。 黄平义完全没有听到杨洛后面说什么,有些愣着说。 等等。 你告诉我,拉来多少投资? 杨洛 黄平义的反应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不过比起钟志欣和吴强辉强了很多,不愧是现一级的干部,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 五千亿的投资,但这些东西,我准备去省里再要点钱,然后再来过来。 黄平义深深吸了口气。 小杨啊,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开玩笑。 县长,您认为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黄平义深深的心情,沉思了一下说。 你看能不能这样,这么大的一笔投资,照顾一下其他乡镇。 投资商是分散的,一旦把资金投入各个乡镇,就要增加部门和人员。 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投资。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也不易管理。 另外,大化镇要想在三年之内发展起来,这五千亿不多,资金分散到其他乡镇,对当地的经济有不到多大的刺激作用。 反而会让大化镇的发展受到质疑,不要说三年,就是十年也不见得有什么大质。 重要的是,其他乡镇领导干部素质是一,很难保证他们不搞什么猫腻,损害投资者。 尤其是这样拥有雄厚实力的投资商,要是因为某些领导干部的私心,不顾损失撤资。 对以后我们县的招商引资可是一大打击,不会太有人到我们这来投资了。 作为主抓经济建设的一线之掌,眼光许没有杨卓那样宽广长远。 安静可一说,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对,是我有点异想天开的。 大化镇仅靠县城,最后的发展方向也要向县城靠拢,而且大化镇配置是整个县的中心区域。 要是大化镇起来,其经济趋势会向周围辐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把其他乡镇经济带动起来,丢里发。 这可涉及到全线几十个不错的景点。 红河上下游的所有乡镇,一旦建设完了投入使用,对当地乡镇的经济有很大刺激作用。 嗯,来,把细节和我说说。 杨洛和黄平义谈了能有两个多时。 我准备弄个招商会,希望县里能…… 黄平义说,县学要搞招商会,我们再等等。 不行吗?为什么要等? 黄平义谈一声,毫不避讳地说。 我以为,我们白白忙活一场不说,还都给人做了假议。 接着,今天扩大会议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杨洛随笑一句。 有意思,有意思。 有着这么大的投资在手,都是保命服务,没有人能动得了你。 可就不寻搞什么小动作,在对你进行调查的时候,把钢拉到他们那边去。 到时候,你和我的马都会很大。 哈哈哈哈。 县长,高明靠关系拉来五千万的投资,但我拉来的是五千亿。 你认为,人家打钱都是大风刮来的,无缘无故就把这么一笔庞大投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今天重点,这个投资商,没有人能拉得走,除了我杨洛,他们不会和任何人合作。 被迫离开,但他们也会离开。 我到哪儿都要满,就会在哪儿投资。 至于招商会,要搞就要一起搞,到时候,我会给你问。 黄平一心,现在他可以确定杨洛的背景很深,可还有一点很疑惑。 他筹五千亿到这里投资,这样的企业放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国内,除了仓企业,我怎么没听说谁有这个实力? 这是几十家企业注册,新成立的地产公司。 我可是把手里的资源都投进去了,让他们不顾风险的到这儿来投资。 黄平一暗中吸了口冷气。 杨洛说的资源,他心里明白,那是人脉,但这一点让他感觉到杨洛的可怕。 五千亿的投资,估计就是省长亲自出面,不可能弹得下来。 可想而知,杨洛身后的人脉有多恐怖,而且杨洛走,就会跟到那儿。 杨洛看着黄平一脸上的表情,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既能彻底收拢黄平一的心,也能通过他的口事里的一些人知道,别他妈的在我背后搞声,老老实实支持我的工作,政绩是少不了。 要是没事找我麻烦,你得看了中国,能不能承受? 县长,没有什么事情了,那我先回去了。 招商会什么时候举行,通知我一身举行。 哦,行,你先回去吧,至于调查组会向市长反映,你不用担心。 杨洛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出黄平市。 对于那个什么狗屁的调查组,他还真没有放在心上。 不要说不轻易的投资在自己手里捏着,就算没投资的作群也只是个跳梁小丑而已,很没有资格做他杨洛的对手。 杨洛离开能有十多分钟了,他拿着计划书,一阵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李作群啊,李作群,一个五千万的投资就让你张狂成那样,现在我手里有一个五千亿的投资。 你真很好奇,你知道我会什么反应? 说完,接电话就要打给钱荣。 最后把电话放下,拿起规划书,快步走出办公室,喊来他的秘书。 准备车,去市里。 南宁第一人的医院 会议室里聚集着三十多位来自全国的顶级心胸外科教授专家,一个个脸色凝重地看着手里的病例。 医院院长侯清远,沉声说道。 万幸支气管病变,引发肺动满膏压,急性又心事扩张,进而导致心理衰竭。 北大医学院院长谢景元叔。 由于病人的年纪太大,只能用特效药治疗,延长生命,没有其他办法。 侯清远扫视了一圈。 我们看吧。 同事来自北大医扫兽,邹浩然说。 我同意谢教杀,病人的年纪太大,要是进行换心手术,而且还有肺动满膏压。 我想在座的各位,谁也不去完成这样的手术吧。 鸡的七七点头。 在座的可都是中国合行的,没有不爱惜羽毛的。 不要说他们的能力去做这个换心手术,就算有把握,他们也不会去做。 但腹中中山医院院长钱国瑞皱着眉头说。 也许有一个人能做这个手术。 谁? 侯清远问道,其他人都看向钱国瑞。 钱国瑞向谢景元。 欧歇啊,你还记得去年在中山医院做COX迷宫手术的年轻人? 谢景拍了一下辣腿。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老钱,快点联系他,手术越快越好,不按老脱不了多长时间的。 他人也都眼睛一亮。 道歉,是不是有杨诺的医生啊? 看来杨诺那次手琴,在场的人都看过。 钱国瑞? 对,就是他,挖他的血。 那你快点联系他呀。 冤怨催促道。 钱国瑞苦笑一声。 他留给的我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难道他身边的人你也联系不到吗? 谢景元问道。 钱国瑞想着想。 说完,拿出手机,通过114查到了上海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然后打了过去。 您好,这里是政府值班室。 钱国瑞说。 您好,我是福丹福中中山医院院长钱国瑞,能不能给我接通韩冰的电话? 事情可以和我说,我会记住好,帮您一下下反应。 钱国瑞没有再废话,把电话挂断。 要是他在上海去见韩冰,韩冰得出门迎接。 可和这些下面的人没什么好事,破嘴,他们也不会把韩冰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你。 钱国瑞皱着眉,突然想起那个叫弹龙的警察,立刻打电给医院的值班室。 我是钱国瑞,马上去经济队找一个叫弹龙的警察,见到我之后,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她是个小姑娘,声音很甜。 好的,谢谢。 钱国瑞把手机放在会议桌上,等一会儿吧。 再一点一点流逝。 大概过了快一个小时,钱国瑞的手机铃声终于响了。 拿起电话按下接听键,听筒里弹龙的声音。 钱老,你好。 谭警官,你能不能联系到杨洛? 我现在也联系不到他。 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能不能通过其他人找到他? 弹龙听出钱国瑞语的交集,犹豫了一下说。 嗯,好吧,我尽量。 谭警官,不是尽量,而是一定要找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别人需要他。 这 谭龙挂断电话之后,又打给冯坤。 因为只有国安才有这个能力,找到消失很久的洋路。 时间不长,电话解通。 我说老盘,除了喝酒,你不会给我打电话。 说嘛,今晚去哪儿? 谭龙骂的。 操,难道我找你就没有正经事儿啊? 你老婆不让你喝酒,你小子每次都拿我当挡电牌。 我想想啊,我们有一个多月没有一起喝酒了吧? 哎,这次真的有正经事儿,老大现在在哪儿啊? 我怎么知道啊? 那个流氓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估计正在某个女人的肚皮上趴着吧。 操,一问起老大在哪儿,你就和我扯些没用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不和你扯了,这次是附属中山医院前院长的找到。 有个病人,需要老大出手。 谁啊,这么牛逼? 前院长不行,还要找老大? 安国邦。 冯昆一个机灵。 安国邦这个名字在中国也许有几个,甚至几十个。 但能让钱国瑞出面,而且还这么急着找杨洛,那只有一个。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等我一会儿,我马上通知北京,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说完挂断了电话。 黄欣欣并没有和杨洛一起回来。 当杨洛回到镇里之后,扶贫物资已经运走。 乔永辉、耿卓、董月亭还有鬼狐都一起跟了去。 镇政府又恢复了王日的平静。 杨洛一走进镇政府大院,就感觉气氛不对。 一些平时见到他就打招呼的人,全都低头绕道离开。 杨洛看到这个情况,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这时,在中智新办公室里走出几个人,正是县纪委书记刘伟雄所带领的调查组,一共就五个人。 杨洛同志,我这次来是向你了解点情况。 刘伟雄很客气,这倒让杨洛没有想到。 刘书记,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去我办公室说吧。 刘伟雄点点头,回头对着站在身后的四个人说。 你们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和杨书记当初谈谈。 杨洛和刘伟雄来到办公室,举着椅子说。 刘书记,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请不要在意。 说完,走到办公桌后面,坐到了椅子上。 刘伟雄看着杨洛大大咧咧的也不生气,笑着坐下。 此时的他面对杨洛,就像下属给领导汇报工作一样。 杨洛嘴角一掘,笑眯眯的说。 刘书记,有什么事情说吗? 作为本土干部,刘伟雄和黄平义关系一直不错,但他是县里的人物,也不需要看着黄平义脸色行事。 要不是他接到黄平义电话,估计现在杨洛嘴早就让他发火了。 我想了解一下大化镇群体事件的经过。 杨洛很仔细地把事情说,刘伟雄心里已经。 想趁乱杀了庄浩,有证据吗? 这个不需要证据,镇里的干部都在现场,很多人都看见了。 刘伟雄猛脾子上站起来,来回夺着步。 这个说法,这起群体事件是有人暗中策划的? 杨洛点了颗烟,起向后依靠,把腿搭在办公桌上,轻声说,刘伟雄就是被灭口。 刘伟雄停住脚步,对于杨洛那个领导形象的坐姿好像没看到。 坏了,怎么? 我刚刚到了这里,就接到现场,把你去见他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杨洛恍然大悟。 怪不得自己这么给熊难堪,这老家伙也没有发火。 周伟雄接着说,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明耀,在来之前就去了殡仪馆,要对刘海尸检。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估计现在已经在大化镇派之所了。 杨洛把搭在办公桌上放下来,森冷地说, 这个李,是李作询的人。 刘伟雄,兜里的电话响了,拿出来看见来电显示。 李明耀。 一看桌,按下接听键,并且按了免提。 我是刘伟雄。 听筒里传来李明耀的声音。 刘叔姐,刘海的事件结果是自杀,而大化镇派出所所长庄浩也已交代, 受镇委书记杨洛的指示,对罗金权和刘海实施,并对刘海刑讯逼供,让其承认购买黑劳工事实。 刘伟雄沉声说, 你把庄浩带到我这里来。 李明耀答应挂断电话。 杨洛战看着窗外,声音有些飘忽地说。 李作群啊,李作爵,你是真不知道刘海洛杉,还是想利用这件事情想把我搞下去? 可不管是什么原因,既然你做了这趟浑水,想要上岸,已经能了。 刘伟雄沉,看来这个年轻的书记来头还真不小,把柄都让人抓住了,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信心,想把李作群一起按在水里淹死。 叮叮叮 有个电话响起,拿出电话看见来电显示仪了。 这个号码太熟悉了,按下接听键,笑着说。 钱老,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嗯,我马上到。 说完收起电话。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庄浩你要照顾一下。 我虽然接触的不多,但我还是很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黎明耀所谓的交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刘伟雄看着杨洛脸上凝重的表情,知道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调查清楚。 杨洛脸点头,我把电话号给了,请给我打电话。 然后拿起办公桌上的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串号码,交给刘伟雄。 吴强辉坐在钟智欣办公室里。 老总啊,你说书记会不会有麻烦? 钟智欣正低着头抽烟,听从智欣的头看了他一眼。 老吴,有些事情不用我说,你比我想得明白。 这个手里有那么大一笔投资,市里会放行吗? 吴强辉笑了笑。 还是这么笑的。 这次书记一定是邮静佛。 吴强辉,王德志,卢建芳又聚到了一起。 邮建芳一阵哀声叹气。 哎呀,我们失算了。 王德志,看着对面罗金荣的办公室。 老是他想请我们去喝酒,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没想到他会跑过来,还对我们放了狠话。 现在杨书记出了问题,罗金荣当上书记,我们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吴忠突然骂他,骂他? 得罪罗金荣又怎么样? 大不了这个副镇长老子不当了,还想起在老子头上作威作福,门都没有。 卢建芳急忙拉了一下吴忠。 你疯了,小点声。 我金荣一直都在办公室里没有出物,让他听见,不但以后会倒霉,我们都跟着倒霉。 吴忠冷笑一声。 哼,老罗,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跑回去跟他当狗啊? 老罗,你这叫什么话? 王德智不耐烦地打断方的话,行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跟着书记一条道走的黑。 奇迹出现了。 罗金荣正坐在办公室里得意的大笑。 哈哈哈哈,小兔崽子,和我罗金荣斗。 你死你死一条简单。 这个家伙早上来到镇里,找到吴忠就要账,听见吴忠说杨洛把账本要走了,顿时气急败坏地把吴忠骂了个狗血淋头,连王德智和卢建芳都没有放过。 骂完之后,他就想离开,而这个时候,他急促,彻底把提者的心放到了肚子里。 然后来到自己办公室,一直在等着调查所。 所有人都只要走。 当他们见到杨洛和刘伟雄在办公室里走出来,杨洛上了镇里唯一一样机谱车,急驰而去的时候,真是惊喜几家愁。 吴忠王和卢建芳脸上愁容一扫而空,随之爱是满脸笑容。 钟志兴和我对视一眼,同时哈哈大笑。 他一直在关注事态的进展,看到杨洛没有啥,常常出了口气,板了一上午的脸,出现了笑容。 和平鲜明对比的是罗金龙,整张脸都扭得行,喉咙里传来犹如野兽般的怒吼。 妈的,妈的! 他什么事儿?不是说要对那个小子隔离审查吗?这么巧了? 他愤怒归愤怒,没有胆量去质问刘伟雄,只能抓起半个电话打给李作群,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此时,黄平鲜明已经到了市政府,来到钱荣办法去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钱荣低迟。 起来。 黄平鲜曼门走了进去。 钱荣抬头看了他一眼,暂地说了去。 来了。 低下头,处理手中的文件。 听起来气氛不对,但他也没有担心。 毕竟手里攥着的可是五千亿投资,没有人能拒绝这么大的诱惑。 市长,我…… 钱荣头也没抬得一会儿,打断黄平鲜的话。 等我处理完问题。 黄平鲜站在那儿没感动,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 听吧,钱荣这对他的态度,一定是李祖在钱荣面前给他上了眼样。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钱荣才把手里的文件…… 找我什么事儿啊? 黄平鲜吐了口气,刚才的气氛实在是满,让他有点喘不过气了。 我来向您汇报大华镇招商引资的事情。 大华镇招商引资? 对,大华镇党委书记杨洛同志拿来一笔投资。 这点小时还用向我汇报吗? 在钱荣心里,大华镇的投资也不过是几十万,绝对超不过百万。 这点投资来找他汇报,真是一口题大做。 这让他对黄平鲜更加…… 黄平鲜微微一笑。 这个数目太大,我必须要向您汇报。 钱荣眉毛一条。 好,一个亿,还是两个亿啊? 十五千亿。 砰! 且一巴掌拍在了办公桌上,怒声吼道。 黄平鲜,你是在拿我开心吗? 市长,您借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拿您开心啊。 钱荣愣了一下。 黄平鲜怎么会有胆量拿他寻开心呢? 你说的是真的? 黄平鲜把书放到钱荣办公桌上。 您先看看。 一座群点,沉着坐在办公室里。 就在四个小时前, 金荣已经告诉他,刘海确实是他傻。 当时他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可又不知道我会出在哪儿。 就在他想着事情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一看电话号,心里突然一动,拿起电话说道。 罗金荣,你还敢给我打电话? 罗金荣感觉到李座群语气不对,小心翼翼地说。 罗金荣,你这是,连我你都敢骗。 行了,胆子不小啊你。 罗金荣,我不明白您的话什么意思。 不明白。 那好,我提醒提醒你。 刘海真。 书记,钻云峰是这么说的。 李狠狠一巴掌拍在了办公桌上。 他就被傻也明白了。 罗金荣一直在骗他。 罗金荣,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说时候, 刘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罗金荣突然沉默下来。 李座群突然有很不好的预官。 果然,罗家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 李座群的浑身发抖,脸色铁青。 罗金荣啊,你的胆子还真不小。 人的事情你都敢干得出来。 罗金荣突然哭了。 李座群看不到,这好像很伤心。 书记, 可那个静阳的欺人态势, 一上人就想整死我。 调查财势场的事情, 现在在他手上。 如果不把他弄死, 我就死定了。 你说什么? 财势真的有问题? 对。 好好好啊, 罗金荣啊, 罗金荣, 你在大话这一直都很胡作非为, 更是到了一手转天的地步。 行到都说你就是一个小混混, 地痞流氓。 就是看在你对我还算忠心, 我把事情都扛了。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避讳你, 你非但不知悔改, 不知书恋, 反而恨恨, 原来你他妈的一直都在唬弄我, 一直都在骗我。 李作群看不到, 此时罗金荣的脸变得非常猙獰可恶。 书姐, 我可是一直对您忠心耿耿啊, 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见死不救, 你死都管我屁事啊你。 听筒里突然没了声音, 只传来粗重的喘息声。 李作群的眼角突然一阵狂跳, 就在他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罗金荣黑黑冷笑着说, 李作群, 我不是个好东西,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要不在彩石厂弄点好处, 我拿什么给你送红包啊? 你们家里的电器, 我拿什么给你买啊? 你他妈日小姐, 我拿什么给你买单呢? 啊? 老子现在有麻烦了, 你倒翻脸不认人了。 好啊, 老子不好过, 你他妈的也别想好过。 老子吃香腿, 你他妈的也得给我陪着。 李作群脸色已经由铁青色变成了紫色, 哆嗦着嘴唇,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罗金荣愣冷冷一笑, 接着说, 哼, 刘伟雄已经把那个姓杨的放了, 如果你不尽快把他抓回来, 把所有罪名按到他脑袋上, 那你就陪着我一起等死吧。 嘟嘟嘟。 听筒里传来一阵盲音, 李作群拿着电话愣了好久, 突然抓起办公桌上的茶杯, 狠狠摔在了地上。 啪, 茶杯摔得粉碎。 好混账东西, 居然敢威胁我。 紧接着, 身体一软靠在椅背上。 他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罗金荣全都知道。 现在他已经被罗金荣强行绑在了一条船上。 以罗金荣的性格, 要是出了事, 肯定会拉着他一起死。 讲到这儿, 李作群拿起电话打给刘伟雄, 把心里的怒火都撒在了刘伟雄的身上。 刘伟雄, 你怎么把姚鲁放了? 你想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你这是毒枝, 你这是犯罪。 我问你, 他去哪儿了? 刘伟雄被吼了一声, 心里的火烹了一下也上来了。 你李作群是书记不假, 是一把手也不假。 但我刘伟雄也是常委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对我大吼大叫呢? 但听到李作群问起杨伦去哪儿了, 心里就火没了, 脸上露出冰冷的笑容。 具体去哪儿不知道, 不过他往南宁的方向去了。 李作群哪儿还有时间啰嗦呀, 放下电话又打给黎明耀。 我是李作群, 杨鹿畏罪潜逃, 可能去南宁, 马上就抓捕。 还有, 派人把刘海的尸体火化, 是刘海自杀的事实。 自从黎明耀靠上李作群之后, 在县局可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局长也得让他三分。 现在李作群下来, 他哪有不办的道理, 答应一声, 挂断电话。 作群松了口气, 可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了? 沉思了一会儿, 猛然在椅子上站了起来。 杨洛是省里派下来的扶贫干部, 他去南宁, 一定是去告状了, 必须到达南宁之前抓住他, 坐实所有罪名。 急忙抓起电话, 打给省公安厅副厅长, 南宁三局局长武康。 他之所以找我, 是因为两个人同属万纪, 而且每年去省里看望万副省长, 也会给武康差土特产。 所以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时间不长, 对方接通, 我是武康啊。 李作群的说, 武庭长, 我是李作群。 是作群啊, 有什么事吗? 武康是正厅级干部, 而且还兼任南宁公安厅委, 可谓是权力极大。 武庭长, 大话镇镇委书记维绩, 在双规期间,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他驾着车正逃往南宁, 希望您帮忙, 马上排出警力, 在路上设卡, 以赴助他送回大话。 还有这事, 一言难尽, 等抓到他之后, 我再向你回报。 像我会, 那我就是跃拳了, 等我消息吧。 哎, 好。 先放下电话, 这时他的心才算只放下。 潜荣仔细地看着规划书, 过半个多小时才抬起头来。 我怎么看这事怎么越悬呢? 五千万, 这不是五千万, 五百万。 潜荣说话的语气缓和了不少, 黄平一说, 市长, 杨振这省里送下来的干部, 而且这五千亿投资, 可不是说完了, 这是要见真章的。 到时候这个要是不到位, 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了, 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呢。 潜荣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就拿自己来说, 无论做什么事情, 在没有把握之前, 他能上级领导汇报吗? 答案是不能。 一旦你汇报给上级领导, 到时候无法做到, 上面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领导对你的应求是 浩大喜功, 眼高手低, 能力不足, 你的政治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到这儿, 潜荣说, 麻烦让杨洛同志到我这里来一趟, 现在可能来不了了。 哦, 怎么了? 黄平一把大话镇的群体实际说了一遍, 估计现在杨洛同志已证查了。 你说的是真的, 这是杨洛同志亲自和我说的。 岂有此, 李作勋在搞什么? 潜水口道, 黄平一的嘴角露出一丝笑, 但没敢说话。 潜荣深深吸气, 想了想, 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压下去了, 毕竟潜荣是万负生长的人, 家丑不可外扬。 想到这儿, 拿起电话给李作勋。 李作勋听了听响了, 以为是武康打来的。 当他看潜荣的电话后一愣, 急忙拿起电话。 马上把大话镇调查组撤回来。 你? 大话镇群体事件到底怎么回事? 这还用我说吗? 我告诉你, 杨洛手里握着五千亿的投资, 要是因为你的原因把投资搞黄了, 就是万负生长也救不了你。 还有, 群体事件, 刘海的死亡, 一定要调查清楚。 侄女你就不要再滴汲水了, 有些人你是保不住的。 说完啪的一声, 挂断电话。 潜荣看着黄平一说,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你马上去大话镇, 把杨洛安全地带到我这儿来。 好。 黄平一答应一声, 转身走出秦荣市。 连傻眼了, 耳边一直在回响秦荣的话。 五千亿投资, 五千投资, 这他妈是什么概念呢? 他想要说事里面, 就是省里面也不会放过的。 可这汤浑水, 他想不汤也不行, 因为他已经下水了。 李作群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 最后, 眼中冒出一缕凶光, 咬着牙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电话, 再一次打给林药。 李明耀, 我已经向公安局配合你抓捕, 抓到他之后, 想办法让他跑, 做得干净一点。 林药没有说话, 李作群诱惑地说, 林药啊,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 我一眼亏待你,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了,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扶正。 校队局长的位置早就垂涎欲低了, 听见李作群的话, 脑袋立刻冲了血。 放心吧, 书记,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得头头当当。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说完挂断电话, 然后打给高明。 时间不长, 听筒里传来高明的声音, 书记, 高明啊, 刚才市长通, 大华镇镇委书记杨洛, 拿来了五千亿投资, 现在的审查, 你马上赶过去, 一定要把这笔投资拉到我们这边来。 书记, 你说多少钱投资? 五千亿, 听明白了吗? 你立刻就去, 一定要把这笔钱拉到我们这来, 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好, 去。 高明放下电话, 兴奋的脸色通红。 五千亿, 不要说杨洛已经被隔离审查, 就是没有, 他也要把这笔投资抢过来。 因为高明这个挂着常委的副县长, 才有资格和对付, 他杨洛一个小小的镇委书记, 算个屁。 杨洛开着那辆破机谱, 公路上急速的飞驰, 车速从来得过八十的机谱车, 这次被杨洛硬生生的开到四, 发动机传来超负荷的昏鸣声。 就在距离南宁不到五公里的地方, 前方突然出现十几辆警车, 警灯, 警察全副武装地站在路中央设卡, 查过。 杨洛一皱眉, 慢慢地开四简速, 难道又出事了? 警察! 两名警察站在车里挥手, 杨洛把车停了下来, 打开车窗说道, 从这儿,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一名警察没有回答的, 只是冷着脸说道, 查! 杨洛无奈地拿出身份证警察, 那名警察一看, 脸色一变, 然后拿在左手中的一张纸举到眼前, 纸上举了我的照片, 好像是在什么证件上附影, 警察快速地拿出枪指着杨洛, 不要动! 紧接着大喊, 逃犯在这儿, 这些警察迅速围了过来, 一个个把枪指向了杨洛, 一名警察打开车门, 双手报头, 下车! 杨洛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下了车笔直的站子呢, 一名警察一脚踹在了杨洛的腿弯上, 他嘴里发出一身门横,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感觉到自己那一脚好吸在了铁板上, 右腿一直在轻微地颤抖, 额头上冒出大颗的喊住, 站在这名警察身边的两个人急忙扶住他, 整条, 没事吧, 整条腿没有知觉了, 啪的, 一个家伙怒吼一声, 举起枪托, 杨洛后背狠狠砸了下来, 砰, 杨洛如山月般怂然不动, 眼神变怀怨了, 骂的, 你还真够硬气呢, 那个家伙又抬起枪托狠狠砸了下来, 砰, 杨洛身体挺得秉直, 依然也动不动, 狂暴的气势在身上猛然蹦射, 浓浓的血腥气息开始在周围蔓延, 那个家伙砸下去的力气还跃轻, 眼里的胸利之色变成了惊寒, 慢慢地停了手, 向后退了两步, 而其他人也瞪着惊慌的眼神看着, 拿着枪的手布满了汗水, 滑腻想他们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 整条路排起了长长的车队, 不知道什么情况按起了喇叭, 滴滴声不绝于耳, 杨洛对刺耳的喇叭声充耳不闻, 魁力的眼神扫了一圈, 森冷地说, 看清楚了,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逃犯, 站在杨洛面前一名四十来岁, 扛着三级警督警衔的中年人的唾沫, 杨洛身上的气势给他的感觉是太可怕了, 这种感觉是他以前从反述过的, 说不清道不明, 人类面对危险的本能告诉他, 这个人很猛, 离他远点, 警督硬着头皮, 大化镇, 镇委书记杨洛, 我就是大化镇镇委书记杨洛, 这么来的, 警督感觉到身上一清, 感觉消失了, 这让他轻轻吐了口气, 杨书记, 我们是接到市局命令, 配合大化镇公安局, 对你实施抓捕, 就算我犯了罪, 那也是职务犯罪, 你们接着我, 对我进行殴打, 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这位警督之所以搞出这么大阵仗, 那是因为他查过杨洛的资料, 知道杨洛曾经是曲阳县局长, 虽然去年曲阳发生的事件封锁, 但只是包不住火的, 有些流传到了网上, 他查了一下, 大多数都不可信, 唯一让他确定的是, 这个新的同行身手很好, 很厉害, 倒凭自己这些人很可能不是对手, 所以见到杨洛就紧张成那样, 至于手不打杨洛,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杨洛都被双规了, 现在到处再抓捕他, 就打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跟我们走吧,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 可以投诉, 我能打个电话吗, 对不起, 现在不能打电话, 你确定, 后悔, 警都看了脸上的笑容, 心脏猛烈地跳动了一下, 紧手里的枪, 希望你能配合, 杨洛这么痛快, 让所有人一乐, 警都回过神来, 一挥手喊道, 上车, 然后带着两名警察, 上了杨洛那辆警车, 杨洛看看坐在他身边的两名警察, 然后闭上眼睛, 身体向后依靠, 既然有人想早点上路, 他杨洛也不在乎把事情弄大, 送他一程, 警车一路击驰驶向大化, 大概走了不到十公里, 前方出现十几辆闪着警灯的警车, 警都说道, 停车, 应该是大化现局的, 车停下来, 警都下了车, 对面的十几辆警车也停了下来, 在车上下来几十名警察, 其中一个三十七八岁, 长得五大三粗, 满脸的洛塞胡子, 您好, 我是南宁市局的, 叫陈华, 洛塞胡子哈哈一笑, 嗓音嘶哑非常难听, 我是大化现局的副局长, 李明耀, 陈华笑着和他握了握手, 人已经抓到了, 现在交给你吧, 辛苦各位兄弟了, 有时间我一定答谢各位,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说完一挥手, 两名警察压着杨洛走了过来, 杨洛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下李明耀, 你就是李明耀, 李明耀眼里闪着力气, 并没有回答杨洛的话, 只是一挥手, 把他压上车, 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 拿出手铐, 把杨洛铐了起来, 推丧着把杨洛压上了车, 李明耀和陈华客气了两句, 然后转身上车离开。 四时, 高明已经到了大化镇, 钟志新, 吴强辉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 高县长, 你来试茶,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 我们好准备准备, 高明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你就是镇委副书记, 钟志新同志吧。 钟志新微微弯着腰, 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消失, 对。 吴强辉陪着笑说, 轩长, 外面怪冷的, 有什么事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高明扬着下巴, 不用了, 听说你们拉了一个投资商, 他们在哪儿, 我想见你。 钟志新和吴强辉的脸色, 同时微不可见地变了一下, 钟志新说, 他们下村去考察了, 去哪儿了? 这个不清楚, 镇上没有领导陪着吗? 吴强辉感觉到了高明的不满, 急忙说, 党政办公主任乔永辉陪着呢。 给他打电话, 问问他们在哪儿? 吴强辉看了一眼钟志新, 可志志新一直微微低着头, 吴强辉了一声, 这个老狐狸, 拿出电话, 乔永辉, 乔主任啊, 你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吗? 乔永辉的声音在听, 在, 正在忙着分发扶贫物资呢。 你们在哪儿个村啊? 我们在下关村。 哦, 你通知一下耿总啊, 就说县里的高附县要见他, 暂时在下关村不要离开。 好, 我会通知他。 吴强辉感话, 县长, 他们在下关村。 离镇上多远? 不远, 六公里。 高明回头看着站在身后的秘书。 知道去哪儿吗? 知道。 高明转向他身后那辆普桑, 命令司机开车去下关。 吴强辉若有所思地说, 黄鼠狼给鸡百年。 忠着心看着肖土桑, 冷笑一声。 那可是神机。 他这个凡间的黄鼠狼想叼走, 等下辈子成了仙再说吧。 他强辉不明所以的。 什么意思啊? 老公, 你不是自愈小诸葛吗? 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没看出来吗? 看出什么? 钟志鑫拍了拍吴强辉的肩膀, 走向自己办公室。 杨书记就是得见, 那只神机只会跟着他。 吴强辉追了上去。 吴少宗啊, 你就不能把话说明白点。 想不明白, 那就等着, 结果他就会出来。 草, 你还和我卖上关子? 下关村村, 村部外的长辆浓用四车车, 外围围着五六百名老百姓, 乱哄哄一遍。 不要紧, 不要紧, 大家都有份, 少不了你们的。 党支部书记邹石锦, 嗓子都汗哑了, 可没有人听他的, 一个劲往前挤, 把这老头发娘。 村长曹洪女爬上四车车后道, 挤什么呀, 都排队, 快点不给发放。 这嗓子惯用了, 半哄哄的场面静了下来, 一个个老老实实排队。 走势紧松了口气, 村干部开始发放物资。 董月亭正在给一个七八岁, 脸上还挂出的小女孩穿衣服, 然后又找了双鞋子穿上, 揉着小女孩的头发说, 玉叔不哭了, 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比姐姐那件更漂亮。 小女孩看着带着喜洋洋卡通图案的衣服,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谢谢姐姐, 乖, 去玩吧。 小丫头转身跑向一边, 和那些穿着新衣系的孩子们打闹成一团。 很感叹地说, 哎, 世上最美的, 从眼泪中挣脱出来的那个笑容。 我站在他身边, 很认同地点头。 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多, 只要能够吃饱穿暖, 很苦。 乔永辉拿着电话走了过来, 耿总啊, 刚刚接到镇里的电话, 县里高副县长要见你, 让你先不要离开。 耿总奇怪地问, 这个事情已经谈妥了, 他来见我干什么? 哎, 这个无聊啊。 总看忙得差不多了, 这才跑到一边喘了口气, 一抬头疑了一声, 只见一辆挂着小号牌的普桑, 缓缓使了过来。 这老头揉了揉眼睛, 当他看清车牌号, 喊了一声, 曹红啊, 县里领导来上。 说完影响普桑。 曹红在人群里跑了出来, 跟在邹石锦身后跑了。 站在不远处的耿卓和董月亭, 听见邹石锦的喊声, 同时扭头看去。 乔永辉说, 来了, 然后快过去。 副县长来了, 尤其是长老长, 他可没有胆量不去迎接。 秘书于飞首先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下的车, 跑到后面给高明拉开车门。 于飞听到自己要给新来的年轻副县长当秘书, 兴奋地差点背过气去。 其他的同事羡慕。 毕竟高明太年轻了, 四八岁就是常委副县长, 仕途肯定限量。 谁给他当秘书, 自然潜在一片光明。 可于飞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副县长年纪不大, 脾气可不小, 看见送晚了都会遭来一顿大骂, 而且刚傲得没边儿了。 除了上级领导能让他高昂的脑袋, 他看谁都是仰着头。 有时候于飞心里也会诅咒, 他的脖子总是仰着, 不嘎嘣一声蛇了, 也会追。 高明下了车, 习惯性地仰着头, 看了一眼邹石锦和曹红, 对于两个人伸过来的手, 视而不尽。 耿总在哪儿? 小永辉走过来, 他说, 耿总, 他们在那边呢。 高明看向站在不远处的耿卓却亭, 眉头皱了一下, 对耿卓和董玉的一些不满。 虽然你们是投资商, 自己毕竟是常委副县长, 亲子来找, 居然连迎接都不迎接。 可这一件他只能放在心里, 因为他狂妄归狂妄, 但还没有狂妄到忘乎所以, 不把耿财神爷放在眼里的地步。 大老远就伸出了手, 笑着说, 您就是耿总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化县北副县长高明。 这个家里都会把常委挂在嘴边, 很怕别人不知道。 耿卓微微一笑, 和高明握了握手, 开门见山的说, 刚才跟后说高副县长要见我, 不知有什么事情, 是关于投资的事情。 耿卓笑着点点头, 在他想来, 说可能是县里领导怕出现什么差错, 所以派了一个副县长过来。 还有一些细节, 需要和大化镇的杨书记谈一下, 一天就能签合同。 高明眼睛一亮, 现在你们投资的事情由我来负责。 哦, 耿卓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杨洛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别人。 对不起, 我们只喝杨, 刚走啊, 杨洛同志错误, 现在已经被双规, 所以, 一等高明把话说完, 董月亭柳眉一束, 喊, 什么, 杨洛被双规? 眉头一皱, 看了董月亭一眼, 怎么这么规矩, 我和耿总说话, 哪有你这个下属差? 这位小姐是, 一家高明是吧, 不要说你只是个小小的副县长, 省长来了, 也没有资格后门谈, 回去告诉你的上级领, 我们只和大话镇杨书记合作, 也只会和他谈投资的事。 高明脸上一顿, 看着他, 耿总, 这是你的意思? 对, 我们只和杨书记合作, 且在这待三天, 三天之内见不到杨书记, 我们会离开。 高明彻底傻了, 耿总, 我会给你最大的优惠政策, 只要你提出来, 我就会满足你。 还没等耿卓说话, 董月亭一挥头, 狗像停在不远处崭新的路虎, 差了, 我们只和杨书记合作, 你, 不够格。 乔永辉站在一边, 给杨洛被双规, 老脸顿时变得苍白, 自己为了杨洛得罪罗金荣, 现在杨光归, 镇委书记的位置就是罗金荣的, 以后还有好日子过。 当他听了月亭和耿卓的话后, 脸上又是一息, 只有和高明打招呼, 就追向董月亭和耿卓上了那辆路。 高明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最后一声, 看着高明怒气冲冲的离开, 曹洪一口痰吐在了地上, 什么东西啊, 市场来视察的时候也没有像他一样, 眼睛长得脑瓜顶上了都。 邹石锦活了大半辈子, 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 对高明的印象可谓是差的, 不过心里不痛快归不痛快, 的话他可不能像年轻人一样乱说, 和我说说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在其他人面前提。 董月亭小脸充满了煞气, 一定是他们见到五千亿投资眼红, 全都是阴阴狗狗之辈。 邹石锦一笑, 你不要担心, 这些人在老板眼里都是一些跳狼少丑。 董月亭脸上一红, 是担心他死了才好呢。 乔永辉坐在后座, 听见两个人的谈话, 眼里露震惊的神色。 原来这个董小姐和水一腿啊, 可这还不算什么, 最诚惊的是耿卓叫杨洛为老板。 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 怪不得人家拿成一批拉屎的地方投资, 怪不得人家只和书记合作。 妈的, 老板都被你抓了, 就是脑袋进水了, 人家也不会把钱往这扔啊。 天渐渐暗了下来, 南宁第一人民喜事, 谁也没有离开。 侯元清的时间, 大华镇离这里才二百多公里, 五六个小时了, 就是啪也该到了。 老秦啊, 你再打个电话试试。 钱国瑞打给杨洛, 可电话里传来一关机的声音, 还是打不通啊。 谢景元担心的说,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 钱国瑞摇摇头没有说话, 心里也很担心。 这时, 市的门被推开, 在外面进来一群人, 一个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身上自然而然散发着, 只有长期手握重拳的上位者, 才能拥有的威压气息。 侯清远看见中年人急忙站起身, 安叔姐, 来人正是安庆农, 而身后站着省委省政府一群大大小小的领导, 何持市委书记冯宝国这个家伙, 也在上轨, 听见安老病的也跟着跑了过来。 安庆农问道, 侯院长, 我问你怎么样? 侯清远说, 不, 弯性脂气管病变, 引起脉动脉高压, 急性有性事扩张, 进而导致心理衰竭, 大使保守治疗, 也坚持不了三个月。 安庆农问,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 有, 换心, 可安老的年纪大了, 而且还有肺动脉高压, 我没有能力做这个手术。 这一说, 安庆农的老婆, 荣惠林。 安庆农说, 除了保守治疗和手术,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侯清远叹了口气, 唉, 没有, 我们联系了一名世界顶尖的胸外科医生, 这个手术也许他能做, 不过, 这还要等他来了才能确定。 安庆农点头, 他什么时候能到? 啊, 他就在大化镇, 上午我们联系他的时候, 他说马上就过来, 可到现在也没有来, 我们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安庆农有些不可思议地说, 你说这位医生在大化镇? 对, 好像还是大化镇的书记。 他还是镇委书记? 安安急切地问, 他叫什么名字? 呃, 他姓杨 杨洛 安安脱口而出。 安庆农问道, 你们没搞错吧, 杨洛, 大化镇书记, 他是世界顶尖的西凶外科医生。 侯清远奇怪地看了这妇女俩一眼, 书记, 您认识他? 安庆农脸上露出一次笑容。 如果这个杨洛是大化镇书记, 那我就认识, 而且不只是认识, 那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贤国瑞图人说的, 怪不得那小子一接到我的电话, 口气好像很着急, 而以前我有事情找他, 总是推妥。 安安急忙在兜里拿出一个风, 红色手机打给杨洛, 可打了半天都是关机。 怎么会关机啊? 贤国瑞说, 我已经打了半天了, 一直都是关机, 所以我们很担心,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安庆农说, 他不会出什么事, 估计是临时有事耽误了, 不过, 你们真的确定杨洛是医生? 安庆农还是无法把杨洛和医生这个职业联系到一起。 侯清远说, 这个错不了, 他做的几个高难度手术视频在座都看过了, 可以说, 在医术上, 我们这些老家伙, 自愧不如啊。 安庆农还是不相信, 拿出电话, 拨了一串号码, 时间不长, 对方接通, 听筒里传来持建国的声音。 老安,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安庆农笑着说, 我想问问小洛的事情。 小洛? 对, 小洛是医生。 哈哈哈哈, 想要我们家小洛给你当女婿啊? 嘿, 老爷子病了, 很严重。 什么病啊? 安庆农把病情说了一下, 持建国术? 嗯, 小洛是哈佛医学院的高材生, 而且是国际最有名的心脏外科瓦特博士的学生, 在国内, 这个手术剂只有他能做。 安庆农详细杨洛是一名医生的事实。 好了, 我这里还有点事情, 以后再聊。 不玩玩啊。 龙慧琳说的, 老安, 既然手机打不通, 往镇政府打, 问问怎么回事? 安庆农点头, 回头对秘书说, 马上给大华镇政府打个电话, 找一下镇委书记杨洛。 安庆农的秘书高言拿出电话打给大华镇, 报起了身份之后, 说要找镇委书记杨洛。 等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是谁接的电话。 对付说了二十来分钟。 这期间, 高言一回说, 只是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他接电话, 走到安庆农身边, 趴在他耳边轻声说, 书记, 接电话的是大华镇, 而且吴强辉, 他说今天上午, 县纪委下来调查组, 对杨书记隔离审查。 中午的时候, 杨书记在车走了, 去向不明。 安庆农没有任何表情, 抬头看着侯清远说, 侯院长, 我父亲就偷付您照顾一下, 我回去处理点事情。 侯清远点点头, 安庆农您去忙, 安劳就交给我们。 安庆农和在场的专家们 打了声招呼, 之后走出会议室。 侯清远看着省里领导离开, 沉思地说, 看来真的出事了。 钱国润站起身说, 大家先去吃饭吧。 安庆农走出医院, 侧边对着省委那些领导说, 接下来我的父亲, 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会。 省委领导说了些安慰的话, 然后一个个上车离开。 他们每个厅里都有一个疑问, 高岩打电话说了什么? 脸色看起来很不好看, 而安庆农听了高岩的话后, 连自己生命垂危险都没有去看看, 直接出了医院。 个人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想不明白。 然后打电话通知医术, 调查一下这两天, 大话诊是否生了什么事情。 安庆农拍拍安安的脑袋, 笑着说, 没事, 谁有本事让那小子吃亏啊, 你留下来照顾爷爷, 我还要回省委一趟。 这时, 高岩已经把车门打开, 安庆的车坐在了前面。 卫生委。 安庆农吩咐司机一声, 然后对着高岩说, 怎么回事? 高陈生说, 昨晚大话发生群体事件, 起因是一个叫刘海的彩石厂老板自杀。 接着说, 这个彩石厂是大话镇和平的, 成立于四年前, 也连续亏损了四年。 杨书记里面有问题, 命令派出所副所长庄浩, 把两个私人老板带到派出所。 没想到把这两个人, 其中一个叫刘海的老板, 把车开到镇政府不远的自杀了, 并在他身上发现了遗书, 说是所提供, 受不了屈辱, 所以自杀。 经过调查之后, 派出所所长孙云峰确定刘海是自杀, 杨书记说刘海是他杀。 既然杨书记说是他傻, 那那个刘海就一定是他。 就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群老百姓闹事, 其中有人想要趁乱杀了庄浩。 说。 接着说, 幸亏杨书记曾经当过警察, 身手很好, 救了庄浩, 有十几个犯罪嫌疑人。 让人意外的是, 这的老百姓并不是因为刘海自杀来的, 而是因为杨书记的投资商。 怎么又搞到投资商身上了? 书记, 你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大化县要在大化镇两个村建立垃圾厂? 当时闹得很凶, 还是我亲自下的命令, 让他们取消建设垃圾厂的事情。 那些老百姓就是听人说, 投资商是来建设垃圾厂, 所以才跑到镇上闹事。 这场群体事件是有人暗中策划呀。 我也是这么认为。 高安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阴沉。 还有一件事, 您听了会更顺其。 什么事啊? 就在今天上午, 县里突然下了一步, 把杨书记隔离审查。 不知道为什么, 调查并没有控制杨书记, 而是让他自行离开。 差不多小时前, 县里一个叫高明的副县长跑到镇里, 投资商。 而投资商正在下官村, 高明不到两个小时, 投资商回到镇里发了一顿脾气, 说他们不会和任何人谈, 只和杨书记合作。 如果见不到杨书记, 他们会马上离开, 不会把一分钱投在大化镇。 说他严回头看向安晴龙。 书记, 您猜猜这笔投资是多少? 哦, 多少? 五千亿。 五千亿。 对, 不过, 这个是不成了。 岂有此理。 大化现在搞什么? 如果把这笔投资弄保了, 我要他机体下高。 高颜张了张, 想要说的话, 没敢说出。 安晴龙看着高颜说, 你是不是坏投资的真是行啊? 高颜听见安晴亚这长大的, 那和他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所以有些话不敢说。 可现在安晴龙问了, 他只能把心里的疑惑说出来。 五千亿的投资, 我怎么感觉都不太现实。 你不了解那小子, 不要说五千亿, 就是差到五万亿投资, 我也相信。 其实, 我就是感觉不现实, 也知道吴强会骗我, 所以当我听说这笔投资要跑的时候, 很生气。 这时, 车赢了, 安晴龙下了车。 小高, 你马上通知市局, 调查杨洛的下落, 明天早上之前,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 通知纪委阮书记到我办公室来。 好的, 高颜答应一声, 跟着安心身后走进办公楼。 冯宝国正坐着车赶回河池, 他才后悔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他连正眼都没有看过的杨洛, 居然这么大来头, 是安书记看着长大的晚辈, 怎么在这个家伙心里后悔呀? 怎么就把目光塞在高明身上呢? 看来回去之后, 一定要和这个年轻的镇委书记搞好干系才行。 此时, 杨洛已经被带到了县局, 一下车, 杨洛就笑眯眯地看着黎明了。 队长, 你们应该把我交给纪委才对, 怎么把我局来了? 黎明耀阴险地笑, 身边的两名警员说道, 小张, 你和小王, 小李, 把他带到治留室, 谁? 小张大概三十来岁, 听了黎明耀的话, 点点头, 知道了, 李局, 说完一腿扬了, 走, 杨洛深深看了黎明耀一眼, 抬脚勾起一抹邪笑, 看着杨洛的笑容, 黎明耀突然打了个冷战, 眼角移着, 骂他, 看什么看, 快点走, 小王一脚踢在了杨洛的屁股上, 眼神晃晃悠悠地走进县局办公楼, 那三名警员对视一眼, 摸了摸腰上的枪, 同时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某杀机。 杨洛被推丧着来到三楼的治留室, 美名姓李的警员打开支留室的门, 然后退了出去, 进去。 杨洛一步支留室的门, 就在这时, 杨洛连伤死心, 猛然一转身, 看见小王正拿着枪指着他的脑袋。 小王一顿, 他没想到杨洛会突然转身, 等他反应过来动扳机的时候, 拿着枪的手腕被一只墙儿的大树扣住, 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 他的手腕一得扭曲着, 而手中的枪却到了杨洛的手。 小王一声凄厉, 身体就像破麻的一样, 被杨洛扔进支流室, 喷着一声撞在墙上, 然后滑落在地上喷。 小李和小张的右手放在腰上, 想要拔枪, 可看见面前黑洞洞的枪口, 身体僵在那儿一顿不敢动, 口门上冒出密集的汗珠。 杨洛黑黑一笑, 匪徒袭警夺枪, 你们应用杀死匪徒的游戏啊。 小李和小张脸色顿时变得苍茫, 他们还真是这么想的, 打算杀了杨洛, 造成杨洛袭警夺枪, 然后被他们击毙。 杨洛看着两个人的脸色, 知道自己才对的, 眼睛微微的眯起, 碰手里的枪。 进来, 不要做出让我误会的举动, 不然我一紧张, 走了火。 要是子弹打在你们胳膊上, 或者还好说, 万一钻进你们的脑袋, 就麻烦了。 小宝张双眼死死盯着杨洛手里的枪, 牢牢走进支流室, 布子卖得很小, 和他一激动把枪弄走火。 一声, 杨洛把门关上, 然后下了两枪, 指着墙找说, 双手抱头, 在那边去。 两个人真是欲过, 对情没半成不说, 还让人家把枪给下了。 杨洛一脚踢在小王的身体上, 那个家伙一声闷哼, 身体打着旋的飞了出去, 撞在小李和小张的身上, 把两个人撞得一个猎去。 杨洛走出一根钢丝, 然后把钢丝插进手铐的耳, 只听见咔的一声, 手铐弹开。 杨洛把手铐扔在小李的脚边, 捡起来, 把你们两个铐在一起。 小李慢慢捡起地上的手铐, 很不甘心地把自己和小张铐在一起。 杨洛满意地点点头。 好了,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杨洛蹲下身体, 不坏好意地笑了一声。 最好不要让我动手, 不然你们小子呢。 两个人还是不说话。 杨洛竖起大拇指, 笑眯眯地说。 够了, 希望你们能坚持住。 手铐弹一抖, 一把军刀滑落在手中, 然后抓着小李的手按在地上, 把刀尖一点一点刺进他的指甲。 小李拼命地想要挣脱, 可无论土地就是无法挣脱杨洛的控制。 杨洛尖一点一点刺进指甲, 鲜血缓缓液, 指甲盖慢慢向上挑起, 钻心地让他浑身颤倒。 杨洛黑人一笑, 把刀收了去。 哼, 你确实何苦啊, 早点说不就完了。 小李脸色苍白地说。 是李明要让我们干的。 他为什么要杀我? 我不知道。 杨洛拿出烟递给小李一根, 把小李吓得直往后躲。 哼, 放心, 没躲。 小李哆嗦着手把烟接过来。 杨洛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他心里越有一种恐惧感。 杨书记, 我们都是迫不得已, 你, 你, 不要怕, 再怎么说我也是国家干部, 不会把你们怎么样。 小李瞥了一眼躺在脚边, 还不知道生死的同事。 对于杨洛的话, 他眼就能信三分, 而且还要掺点水分。 杨洛没有再理会他们, 站起身走到一边, 靠在墙上抽着烟, 手里把玩着手枪。 小李和小张看着杨洛熟练地把玩着手枪, 一遍又一遍地装卸, 两个家伙对视一眼。 这个看起来并不强壮的书记, 不但伸手很恐怖, 对枪械比他们还熟悉, 直到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 黎明耀的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 而这些人全都是他的心腹。 黎明耀看了看时间, 不满地骂他。 骂他, 怎么还没出来? 回头招呼两名警员, 你们两个去看看。 两名警员点点头, 快步跑进办公楼。 啊! 杨洛把弹夹安上, 抬头看着滞留室的门口, 笑眯眯地说。 又来了。 话音一落, 滞留室的门被推开, 进来两名警察。 那两个家伙看见里面的情况愣了一下, 紧接着快速拿出枪, 砰砰。 两声沉闷的枪响, 两人手中的枪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握枪的手一麻, 枪飞了出去, 掉在不远的地方。 杨洛咧嘴一笑, 去, 去那边蹲着。 两个家伙脸色苍白地走到小李身边, 慢慢蹲下身体。 黎明耀听见枪声, 阴冷的一笑。 哼, 解决了吧。 说完一挥手, 走, 我们去看看。 打乱的脚步声传来, 听起来人数好像不少。 小李四个人眼睛一亮, 绝望的心顿时又充满了希望。 怎么样啊? 黎明耀推开门走了进来, 这个老家伙的反应倒挺快, 刚一进来, 脸子变了一下, 转身就想跑, 砰砰砰砰。 思想想想, 黎明耀双肩和双腿膝盖同一血花, 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他身后的那些警员一冒头就退了出去, 惊慌了。 黎明耀的人听着, 快点把枪放下, 你已经被包围了, 杨罗吹了声口哨走到跑, 一脚踩在想要爬起来的黎明耀的脑袋, 看着外面十几个拿着枪的警察, 挑心得一眼。 你们不是想玩吗? 现在我夺枪袭警, 怎么不开枪杀了我? 外面十几个家伙举起枪, 凭三十多岁的青年立身口头。 我劝你不要吃力, 快点放下枪, 把人放了。 还要是不放呢? 开枪打走。 那打枪? 他们不是不放, 而是杨罗站的角度太屌了。 他们站在走廊里, 只能看见杨罗半边身子和一脚。 如果他们贸然开枪, 要是一脚, 那里面的人质可就危险了。 妈的, 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 这吓唬吓唬老百姓的能干。 还能干什么呀? 吃啪的吃不到热乎的。 知道枪怎么开吗? 拿着枪在我眼前混乱逛。 老子玩枪杀人的鸡帮啊。 说完, 一闪身退了回来, 然后把门关上。 那名青年气的脸色铁青, 一名警员犹豫的说。 我听说几时几差, 看来这都是真的, 很不好对付啊。 青年眼神一阵飘火,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个家伙抬头, 看着身边的十几个人。 如果我们能把姓杨的杀了, 那大家都会相安无事。 可一旦我们开枪杀不了他, 天一亮, 我们的目的就会暴露。 到时候, 看见他。 十几个人面面相识, 一名年轻人焦急的说。 怎么办啊? 青年看了他一眼, 怎么说呢? 是强行冲进去把他杀了, 还是等着坐牢? 十几个人看着青年的眼神阻闪。 强行冲进去, 看着脚。 刚才杨洛开枪他们不是没看到, 通法那么准, 谁第一个冲进去, 谁他妈的倒霉。 尤其是事情到了现在, 杨洛就不在乎杀人的。 坐牢他们, 从警察这个执法者的身份, 一下子憋下来, 这样的结果, 谁也不愿成人。 没有人说话, 青年接着说, 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能全身而退。 什么办法? 这个同事问, 马上向上面汇报, 让上面来解决, 而我们只是执行离局的命令抓人, 突然听到枪声和离局跑上来, 然后离局受伤被劫持, 其他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一名警员骂他, 骂他, 就这么办, 我可不想去里面蹲着。 其他人一点头, 青年微微一笑, 小五, 你马上给证据打电话, 通报这里的情况。 叫响光的警员一点头, 拿出电话的一串号码。 此时, 杨洛正蹲着身体, 吸引着黎明耀。 黎明耀脸色苍白, 肯忍着伤口的疼痛, 咬着牙说, 你按摩, 应该知道这是什么行为, 现在放了我, 我会在法官面前跟你说情。 哈哈哈哈, 黎明耀啊, 你他妈的想杀我, 现在落到我手里的还是我放了你, 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要在法国给我, 你配吗? 说到这儿, 用枪拍了拍黎明耀的脸。 我杨洛做事自以为够不要脸了, 没想到你他妈的比我还不要脸, 这样别过的事儿, 平时没少干吧? 杨洛看着他身上的血, 幸灾乐祸之处, 流了这么多血, 这不是不发沉? 伤口开始发麻, 没有了疼痛感。 杨洛说, 黎明耀还没有这个感觉。 杨洛这么一说, 这个傻伙真的感觉到 他有些发沉口麻麻的, 疼痛感越脆弱。 黎明耀晃了一下脑袋, 杨洛很有爱心的抚摸头, 温柔地说, 不要晃了, 这是失血过多的演员, 要是不尽快治疾, 等不到天亮, 你就会挺失。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怕死, 他黎明耀也不例外, 尤其是杨洛的话, 让他开始感到恐惧。 他不甘心, 猛然也, 我, 我不想死, 不想死啊! 一伸手抓住杨洛的裤腿, 救, 救我, 救我! 原来你也怕死啊! 救, 求求你! 这样的一幕看到小李他们眼里, 心里很不是自闷。 想让我救你? 行, 是谁指使你杀我? 李作勋, 是他指使我的。 也是李作勋让你杀我? 对。 杨洛这次意外了, 李作勋只是下令抓了, 而罗金龙想这个机会, 和黎明耀狼狈为奸, 要置他于死。 李作勋为什么要杀我? 他不知道, 他还让我把刘海的尸体火化了, 命令要尽快抓住你, 然后让你为此自杀。 他闪过一道幽冷的鸿芒, 站起身森冷的说, 李作勋。 帮我止血, 碰。 我一脚踢在黎明耀的身上, 黎明耀残叫以整个身体打着旋的飞了出去。 你他妈的吧? 武康刚刚到家, 就接到了高岩的电话。 高书记啊, 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 虽然他背后的主子和安静浓不和, 但对高岩这个第一秘书, 他可不想得罪, 他不停客气。 高岩笑着说, 吴厅长, 还没吃午饭吗? 刚到家。 大化镇镇委书记杨洛突然失踪, 安书记让市局在天壤之前一定要找到他。 吴康的心猛难一跳, 一种很不好的充斥心头, 试探着吧。 大化镇杨书记失踪, 应该通知大化县权, 怎么让我们南宁市去调查呀? 高岩脸上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不过可是很客气。 杨书记的身份很不简单, 其他是一名医生, 安老病了需要手术, 国家做这个手术, 只有杨书记能做。 武康瞳孔一阵手术, 安老病危住院他听说的, 可一个镇委书记怎么就成为了医生, 而且那么多专家不能说出他能做? 要是这些话在前嘴里说出来,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高岩这个省委第一秘书嘴里说出来, 他不信。 因为到了他们这个层面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绝对不会信口开河胡说。 武康平静了一下心情, 好, 我马上去调查。 杨书挂断了电话, 然后揉了揉太阳穴。 晚上的时候, 他就接到了刑警队大队长曲展鹏的报告, 杨落在南宁五公里的地方被抓到, 并且已经移送给了现警方。 现在看来, 杨落所为的一定是接到省里的电话来南宁给安定的。 想到这儿他狠狠地骂, 李作群, 你他妈的敢坑我? 打起电话想打给李作群, 想想又放下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反正李作群很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 然后打给曲展鹏。 马上叫机器, 和我去大话些。 李作群脸色阴沉了一天, 当接到高明电话之后, 心情更糟糕的, 心也提了起来。 也想不到, 投资商只和杨落合作, 别提的。 当接到黎明耀的电话后, 心总算放下来了。 只要杨落畏罪自身, 什么都解决了。 他刚刚躺到床上,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 眼角一跳, 拿起电话说了。 我是李作群。 听筒里传来县公安局长郑达明有些焦虑的声音。 书记, 没事了。 李作群心里一哆嗦。 什么事? 李明耀抓捕大话镇镇委书记杨落之后, 被带回县局, 突然夺枪袭警, 抓捕六名名字, 其中就李明耀。 脑袋嗡的一声, 丝声喊道。 马上出动特警, 一定要击毙杨落, 把人救出来。 听筒里突然没了声音。 李作群刚想说, 传来一阵嘟嘟的盲医。 李作群他一变, 坐起身, 穿上衣服就往外跑。 这件事情他必须要亲自去, 一定要把杨落击毙, 小命难保。 紧接着, 黄平义也接到了郑达明的电话。 黄平义告诉郑达明控制住现场, 等他过去再说, 然后穿上衣服, 快步跑了出去。 一时间, 小小的县区聚集了近百名警察, 县里的大小全部到齐。 毕竟杨落是镇委书记, 他的错误, 可事情并没有定性。 突然之间, 袭警抓了六个人质, 其中还有一个顾室局长, 听说还有人受了枪伤, 事情他们不来不行。 不过, 这帮家伙, 除了李作群和黄平义各换土地之外, 全都是来凑数的, 没有人会蹚这趟浑水。 李作群脸色阴沉地下了车就喊道, 还等什么, 马上组织特警, 冲进去救人。 听了, 郑达明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迎过去说, 这流氏没有窗户, 只有一道铁门, 而且, 手里有枪, 如果让人强行冲进去, 一定会出现伤亡。 他要和我解释, 你的任务是尽快救出人质, 要一个人, 这个局长就不要当了。 县长来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黄平义想出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 郑达明摇头, 情况不乐观。 黄平义说, 我去看看。 不可。 郑达明急忙喊了一声, 那些县里的, 包括几个常委都喊了一声, 要是黄平义的事情, 他们都会受到牵连。 黄平义冷哼一声说, 哼, 没事,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没想到杨洛离开之后, 县局居然把人抓, 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杨洛会躲起来。 李作群阴阴地说, 黄平义同志, 你这样不顾自己的安慰, 我很佩服你, 可你去送死, 不要连累我们大家。 站在人群中的高明, 脸上挂着一丝冷笑, 县长, 这样的事情, 还是让郑局长解决吧。 是啊, 县长, 你不能去。 人群一阵乱哄哄的。 李作群恨不得黄平义去死呢, 可他知道, 杨洛肯定不会杀了黄平义, 到时候他的一切罪行都会暴露, 所以他绝对不会让黄平义进去的。 黄平义一皱眉, 你们不要说了, 我必须要进去。 说完, 迈步就要走。 李作群一声怒吼, 郑达民, 把黄县长控制起来。 郑达民犹豫了一下, 只能硬着头皮下达命令, 两名民警拦住黄平义去路。 县长, 你不能进去。 黄平义真的火了。 没听见我的话吗? 让开。 黄平义一发火, 不要说两名民警, 就是郑达民都发出。 李作群一看不好, 力声喝他。 把黄县长送走。 郑达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而且由李作群这个一把手发话, 只能硬着头皮去抓黄平义的胳膊。 黄平义一下甩开郑达民的手。 怎么, 你眼里只有李书记, 没有我这个县长啊。 郑达民把手锁回来了。 黄平义这话可太严重了, 可想想黄平义要是进去出了什么事情, 他的帽子就保不住了。 要是把黄平义弄走, 大不了以后挨顿皮, 孰轻孰重还是能分清的。 想到这儿, 郑达民一咬牙, 把现场送回去。 两名警员面面相识, 最后也是咬牙, 把架着黄平义的胳膊, 强行把他架走。 黄平义这个气呀, 怒声吼道。 好,好, 你们的胆子还真不小。 黎作勋言中闪过一道汗芒。 郑达民, 马上让特警队穿上防弹服, 带上防弹同归, 详细解救人质。 如果疑犯敢反抗, 可以开枪击毙。 在他想来, 特警队冲进去, 杨洛不可能不开枪。 一旦杨洛开枪, 那杨洛就死定了。 郑达民犹豫了一下, 还是按照李作群的命令去做了。 毕竟李作群是书记, 他下达的命令必须执行, 就算出了什么意外, 他也是执行命令而已。 要是顺利救出人质, 功劳他跑不了, 要是出了事情, 由李作群顶着, 何乐而不为呢? 郑达民下达了李作群的命令, 特警队本身就是穿着防弹服来的, 在对付宁的带领下, 戴上防弹头盔, 冲向半路。 李作群最盛力的笑容, 可他忘了有那么一句话, 真丑一刻, 谁也不能言胜。 十几辆警车狂闪警灯, 击驰而来, 所有人都回头看去, 当他们在灯光的照料 去看清车牌的时候, 全都已论。 南宁市公安局的车怎么来了? 谁向上面走? 李作群的脸色变了, 正急忙拿出对讲去喊道, 康宁, 马上撤出来。 康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已经二楼的他急忙一摆手, 停下脚步。 时停着, 吴康在车上下来, 看着眼前的景象一愣。 怎么回事? 对省公安厅厅长, 南宁公安局局长, 市委常委, 县里的头头脑脑没有不认识的, 一个个全都围了上去。 小群知道, 事情有变了, 想要杀羊就不可能, 心里开始琢磨, 怎么才能脱身事外? 不过前提是必须欣荣和黎明要闭上嘴, 不要乱咬。 现在也不容他多想, 脸上都能说, 吴庭啊, 你怎么来了? 这武康看见李作群就气不打得出来, 可这么多人在也不能给李作群走。 强压住心里的火气说, 这 他的话上所有人又 武康居然不知道, 看来他是为了警, 专门赶过来的, 而是碰巧赶上。 李作群眼珠一转, 严肃地说, 大话镇镇委书记杨洛, 夺枪袭警, 抓了六名民警当人质, 我们正在营救, 什么? 你说杨洛夺枪袭警, 挟持人质? 谁也不知道武康为什么发自我, 而李作群认为, 武康是因为杨洛处杀作为人质, 捅了武康的痛脚。 这个老家伙冷笑一声, 我们已经组织, 穿着防弹服, 带着防弹头盔, 强行解救人质。 怪, 快点把人撤出来。 李作群一愣, 郑达民说, 人已经撤出来了。 吴康冷哼一声, 推开站在面前的人群, 大步走向办公楼。 人? 郑达民一挥手, 带着刚刚出来的特警队紧碎气候。 在三楼支流室, 看见吴康的脸色不对, 军的心有些发黄。 显然, 自己都猜测错了, 急忙跟了上去。 而人左右看看, 县长被强行送走了, 顺了过他们, 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 黄平一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名警员。 你们的胆子是真的不小啊? 那名警员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说。 黄平一喊, 他不可能真的对两个民警怎样, 毕竟是为了他的安全照相, 可他实在是杨洛的安慰。 这不只是呢因为那五千亿的头, 更是因为杨洛身后那可怕的背景。 要是杨洛在这儿出了事, 不要说他们县里、 市里恐怕都承受不了来自上面的怒火啊。 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 竟然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真是这样。 拿出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是这样听筒里传来乾隆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 市长, 出事了? 是吗? 黄平一把事情说了一遍。 现在杨洛同事很危险, 好混账东西, 你做什么呀? 紧接着, 传来嘟嘟的忙意。 黄平一收起电话, 揉了揉。 你们打算送我去哪儿啊? 两名警员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黄平一放缓语气说。 送我回去。 两名民警依然不说话。 方, 我不会冒险了, 送我回去。 况且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能躲开? 黄平一用商量的口气和他们说话, 两名警员心里有点小小的感动, 开车的传犹豫了一下, 最后一打方向盘, 把车掉, 向来路急驰而去。 一群人猝拥着武康, 武康还要往里走, 被郑达民拦住。 武康, 武康一摆手, 脉步走到志陈, 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赶进去。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杨洛, 情绪是否稳定, 万一进去被杨洛一枪杀了, 那种呢? 杨洛同志, 是沈公司长武康。 他的话音一落, 志留室的门嘎吱一声打开, 杨洛嘴里叼着烟, 手里拎着枪走了出来。 吼。 无论是警察还是特警, 枪举了起来, 指向杨洛的脑袋。 杨洛扫尸了一眼, 然后把枪扔给武康。 立巴, 我还有事情要去做。 不许动, 不许动。 几时把枪顶在了杨洛的脑袋上, 别作询吼他。 快点把他抓起来。 那些刚想动手, 武康喊道, 干什么? 把枪扫。 武康的话把所有人都弄傻了呀, 不知如何是好。 武康怒声说, 我的话没听到吗? 那些警察愣愣地把枪放下, 杨洛几声迈步走到李洛, 李作群身边。 李书记, 你的这份大你我收下了, 这个人情, 我一定会奉管。 声音冰冷, 没有一点感情波动, 好像来自九幽地狱。 不只是李作, 连武康都打了个冷战。 直到杨洛小踢口, 众人才回过神来。 行吗? 脚下那一滩血迹, 让他心惊不已。 抬头看见四个人还蹲在墙角, 有一个昏迈不醒, 不知道生死。 亲身是血地躺着呢, 见到救星来了, 无力地抬。 救, 救我, 我不, 不想死啊。 武康快一步走过去, 检查了一下, 才松口气。 快, 把他们送到医院。 几名警察走过来, 小心翼抬起两个人往外走。 李颜色变得非常可怕, 转身跟了出去, 来凭尿地连关心地说道, 你要走之,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李明耀心里这个感动啊, 还没等他说出调息的话, 李作群声音放得很低, 趴着他接着说, 该怎么做, 你自己想, 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 顶多让你在里面待个天。 然后抬起头, 手提小心点, 对, 慢点。 李明耀现在的心都凉了, 微微地抬起头, 看着站在走廊里对持手, 满脸假笑的李作群, 他感到很。 李作群的话他明明, 事情已经无法控制, 让他把所有事情都扛下来。 他不甘心, 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 就算把李作群, 凭他今天做的, 再加上以前那些重的事情, 也会让他把牢底坐穿。 李明耀绝望地闭上眼睛, 保住李作群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坐了牢, 有李作群在外面打点, 自己会笑。 武康看了小李他们四个一眼, 一句话也没转身走了出去, 看见站在那儿的李作群冷哼一声, 我有话还你说, 李作群心头一跳, 和武库到一边, 武康拿出烟递给李作群, 李作群急忙拿出火机给武康点上, 然后自己才点燃。 武康抽了口烟, 双眼盯着李作群说, 一个刚刚上任的镇委书记, 围继被双规, 而且还在双规期间还跑跑了, 现在更出现了夺枪袭击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心里一定很清楚。 李作群脑门上冒了汗, 乌康叹了口气, 作群啊, 我不想蹚这趟浑水, 所以事情之后不会问, 但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这话我必须要提醒你, 今天这件事情的胜利一定会向来人调查, 书官也在这边起到了某种作用, 尽快抽身出来, 把自己晒干, 不然, 事也就不了一, 说完, 走回去, 带着人离开。 叮叮叮,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还在发呆的李作群惊喜, 拿出电话一看是钱荣的, 急忙按下, 市长, 李作群, 你他妈死啊, 啊, 我不是要你放了阳路通知吗, 怎么回到建局里去了, 还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看来钱荣是真的火了, 坐手里可是握着五千亿的投资, 这在他眼里不是钱, 而是一架登天的梯子, 现在李作群所作所为, 就是拿着斧子踢断了, 他步火才怪, 李作群抹了一下脸上的汗, 市长, 我按照您的吩咐, 打电话给调查组, 当时他们已经把人放了, 可我没想到, 县区文药同志会把杨路同志抓回来, 而且还引发这么大的事, 这都是我的疏忽, 我一定会认真见到, 这个老家伙把所有事情都躲在李明耀身上, 至于另外一个执行人呢, 绝对不会有人想到, 而武康可能自己跳出来出卖的, 夫妻缓和了一点, 你真的不执行? 市长, 我怎么敢骗您呢?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杨路同志已经离开, 有两名民警受了伤, 不过问题不大, 哼,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打花伤银子的事情, 你们县里, 要好好配合杨路同志的工作, 不要再搞出什么事情来了, 要是再出乱子, 李作群, 就回家抱孩子吧, 是是是, 放心, 县里一定会配合好大花镇的招商银子工作, 啪, 潜荣挂断电话, 李作群吐了口气, 他是过关了, 可罗金融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要是不解决, 早晚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想到这儿, 话打给罗金融, 时间不长, 听到罗金融的声音, 这个家伙好像是和舌头于心的, 说起, 请养的那小子解决了吧, 作群恨不得把罗金融一枪崩了, 要不怎么会惹出这么多事情, 把自己都牵, 李作群拿着手机的手清紧之帽, 强压住心里的怒火说, 沈公安厅插手了, 而且这两天就会有调查组下来, 你要是聪明的话, 就不要乱咬, 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 最少能保证你一条命, 等过两年, 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出来, 如果你乱咬, 那我李作群就陪你一起吃枪蛋, 说完, 没等罗金融说话, 就挂断了电话, 他相信, 这番话对罗金融还是很有争设力的, 不要看罗金融平时跟个痞子似的, 但罗金融不傻, 在死亡和坐牢之间选择, 聪明人都知道怎么做。 李作群把电话收起来, 就看见黄平义在楼梯口走了上来, 黄平义冷冷地看了一眼李作群, 然后有些焦急地对着还在处理现场的郑达民们, 事情怎么解决的, 杨洛同志呢? 郑达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黄平义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看着还没有离开的那些县领导一挥手。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大家都回去吧。 杨洛出来之后, 就开着那辆破机谱回到镇里, 现在时间很满, 他也不想连夜赶到省里, 尤其今天离开的时候, 由于着急, 连句交代的话都没留, 估计镇里一定是谣言自弃了。 趁这个机会交代一下, 免得人心不稳, 让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势又出现什么问题。 当他的车一出现在政府大院的时候, 哗啦一下, 几十人都在办公室里跑出来, 围在了他的身边。 书记,书记, 您没事吧? 乱哄哄的一片。 不过杨洛还是挺感动的, 看来他这个书记还是很得人心的。 没事儿, 没事儿, 怎么这么晚了都没回去啊? 钟志欣笑着说, 你不在, 我们的主心骨都没了, 哪还有心情睡觉啊? 突然, 在人群中传来一声奸细有些刺耳的声音。 杨洛, 原来是你。 杨洛抬头看去, 人群后面站着一名三十七八岁的青年, 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脸型消瘦, 尖尖的下巴, 鼻子上夹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 在青年身边还站着一个人, 大概三十左右岁的年纪。 杨洛和和一笑, 我没有事儿,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从明天开始, 以后大家就要忙起来了。 钟智欣招呼一声, 行了, 大家都散了吧。 人群散开, 三三两两地离开。 这时, 董月亭走了过, 眼睛红红的, 站在杨洛面前仔细地靠, 过一会儿, 沾眠一笑。 好。 杨洛的心有了一丝激励, 想要抚摸董月亭的脸, 突然又放了下来。 学庭。 董月亭伸手捂住杨洛的嘴, 笑着说, 被你吃出来好吗? 给我留一点省眼。 杨洛看着董月亭笑颜如花的脸, 吸引。 对不。 董月亭打断杨洛的话, 不要说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 是老天爷在做弄我们。 说完, 举起双身了个懒腰, 然后对着杨洛眨了眨眼,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不过, 你也不用想把我推给那个黄欣欣, 它不是我的菜。 杨洛苦笑一声, 心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希望黄欣欣知道之后, 不要疼。 这时, 杨洛到一个熟悉的目光, 在注视着她, 专注, 决见鬼狐站在宿舍门口, 当我看向她的时候, 眼里那一抹浓情瞬间的, 然后妩媚的一笑, 对着杨洛挥挥手往身, 走进房间。 杨洛问, 那那不是到学校之教吗? 董月亭说, 你说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能不通知她? 自从团群体事件, 鬼狐把董月亭护在身后时候, 董月亭就把鬼狐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亲姐妹一样。 杨洛出了事, 自然会打电话通知她。 耿卓和楼海青看看站在旁边, 一直没有说青年, 又看看杨洛, 眼底满是胆心。 杨洛对着他们点点头, 这才走到青年面, 伸出手, 笑着说, 我们好久没见了, 风采依然不见头。 这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李继同。 自然, 他身边的那就是黄俊豪。 杨继同是两个世界的人, 以前见过面也是点头,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两个人对各种格却非常地了解。 所以李继同若如此怠慢, 也没有生气, 而是一直站在热闹。 见到杨洛把手伸, 李继同和杨洛握握手。 杨婷儿都是风光无限呢。 李哥比起来, 我只是个小人物。 舒文对着董月亭说, 月亭, 去对面小吃部炒两个菜, 再买两瓶好酒, 送到我办公室来。 董月亭答应一声快步离开, 杨洛伸手做了个醒的手势。 李哥, 有什么事情, 到我办公室去说吧。 然而这耿卓和楼海青招了招手, 过来吧, 陪李哥喝点。 耿楼海青对视一眼, 急忙走了过来。 杨洛走向办公室, 黄俊豪跟在他们身后, 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四九城里长大了他, 同样和杨洛不熟悉, 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见过命。 但对杨洛这个名字, 可是如雷贯耳。 在中国这片徒弟上, 敢不给李继桐面子的有一个人, 那就是杨洛。 看来那块地是得不到的, 还是通知千万不要去招惹 那个叫耿跃的女人。 要是把杨洛那个疯子惹毛了,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杨洛走进办公室。 李哥, 这里的条件太简陋了, 你就凑合着坐吧。 本来李继桐还在皱着眉, 听了杨洛吵了一声, 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杨洛坐在那把缺了腿的椅子上, 而耿跃和老兴没有了坐的地方, 只能站在一边。 杨洛有些好奇地说, 杨少, 我一来就听见, 他们议论耿总要在这里投资武器, 我想你才是真正的老板吧。 杨洛拿出烟点了一根, 黄俊豪没有说话。 黄俊豪一笑。 黄俊豪。 杨洛眉头一条, 想想说。 组织部黄部长, 那是家父。 唉, 那块地还真是块大蛋糕啊。 李继桐手指敲了敲桌面。 李继桐喜欢钱, 但因为钱和杨少舍起, 可不是我愿意见到的。 所以, 我看那块地了。 李哥, 如果你真的看上那块地, 我杨洛可以一分钱不要送给你。 怎么样? 黄俊豪那隐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微微明起, 紧接着哈哈笑着。 哈哈哈哈, 胡宫不收录啊, 你杨少的这份大, 我可受不起。 小时候在四九城里, 听到一个不法理解的言论。 我想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想念的, 你是否给我解答呀? 知无不言。 他们那些人在一起总是一人, 中国是谁的? 有很多人都会说中国是他们的, 因为这个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大, 所以整个中国都是他们的。 什么矿, 油田, 河流, 海洋, 港口, 土地, 国际, 都应该由他们来记上。 这不对吗? 黄俊豪一跳, 眉头轻轻地皱了一下。 李继彤低头把玩着手指上的一枚戒指, 轻声, 一群无知的蠢才, 杨少何必较真呢? 李哥, 我杨若就有这个毛病, 又是想不明白心里懂得忘了。 李继彤依然低着头把玩戒指, 谁也看不清他的脸色, 积分的很压力, 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黄俊豪脑门上冒了汗了, 他是中组部部长, 那也是处在金字塔顶顶, 可和面前这两位, 家族比起来还这个台阶呢? 这样的气氛真让他干脆。 耿浓浓和楼海星都不要味, 心也随之提了起来, 想不明白, 李继彤这个太子已经放弃了, 然后为什么还要调火? 这不是自己? 过了一会儿, 李继彤抬起头。 好, 我回答你, 中国是十几亿人民的, 不是谁说想继承就能继承的。 杨洛打了个响指。 李哥的话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疑问啊, 也敞亮了很多。 可是你说中十几亿人民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仗着自己而任意欺压这个国家的主人, 对他们的强取豪夺呢? 他的心都快在嘴里跳出来了。 看看杨洛, 又看看李继彤, 嘴里一阵发苦, 很后悔自己跟着跑来。 之前这两个人他谁也得罪不起, 想打个圆场的, 这他妈的不是找罪受吗? 耿卓和楼海清对视一眼, 这也不是想干什么呀? 这不是指着李继彤的鼻子骂吗? 你他妈的就是站着腹背强取豪夺武那块地? 李继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继彤突然呵呵一笑。 想上, 怕我呢? 不过你的话说得很对, 这个当哥哥的, 真是无地自容啊。 杨洛深深地看了李继彤一眼, 在我们这代中, 天气是最大的, 所以我叫你一声歌, 我记得更明白, 我们是投了个好态, 一出生就有了别人穷鸡一生都抓不到的权利, 可这些权利都是我们父辈的。 我不反对利用他去赚钱, 但要取得, 是荡着这些权利去胡作非为, 我们不但会被老百姓戳几两骨, 就是我们的父辈, 也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脸上蒙羞, 一生的罢名。 老弟啊, 哥哥我真的很惭愧。 杨洛站起身, 窗外的夜空轻声地说, 在四九城, 在我们这一带, 其实除了达理一品中国会所, 从来都不涉足其他, 可你这一次居然为了那块地, 千里迢迢地过来找我, 我想张志凯和那个什么段天宇, 绝对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就算他们给你再多的好处, 你也不会出面。 这里面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李继彤来到杨洛身边, 我李继彤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 俊豪就是其中一个, 他找我, 我找忙, 而且他们给我的好处, 确实让我无法拒绝。 张志凯那个别赛, 老子早晚婚, 李继彤微微一笑。 你们的恩怨我也听说了, 那个家伙的为人确实不怎么样。 这样吧, 哥哥我为了给你赔礼道歉, 处理他想交给我, 一定会让你满意。 至于那个段天宇, 买哥哥一个面子, 请兄弟你高抬跪手, 我会让最好警告, 不要再打那块地的主意。 听了李继彤的话, 耿卓和楼脑海里灵光一闪, 想抓住什么东西, 可 黄俊豪低头一死, 突然抬起头, 看着杨洛的背影, 手上一阵变弯不停。 杨洛这个瞎子太阴险了, 您知道他说什么, 李继彤也不可能和他翻脸, 所以指桑骂怀地指责李继彤仗势欺人, 他讲了一大堆道理, 又提出那块地, 就是继彤感到又羞又愧, 最后再复和张世凯的恩怨。 这个时候, 李继彤和两个人的关系, 一定会出面帮他解救。 这样一来, 得罪人的是李继彤, 而他杨洛却置身事外。 想到这儿, 黄俊豪看了一眼, 心里很疑惑, 既然他能明白, 凭李继彤, 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杨洛歪头看着李继彤, 嘴角勾起摸鬼笑。 李继彤, 你帮兄弟这个忙, 杨兄弟也会投桃报李。 说到这儿, 谁就冲了。 大花真心得很穷, 这里遍地黄金, 有没有兴趣? 黄俊豪眨巴眨巴眼, 李继彤不是没有看出杨洛在利用的, 他之所以答应处理张世凯, 一是没有把张家放在眼里, 二就是想要杨洛来个投桃报李, 他好在这儿插上一脚。 要知道, 没有把握赚到大钱, 杨洛绝对不会把五千亿往这儿扔。 想到这儿, 黄俊豪心里大骂一声, 操, 这两个家伙,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阴险。 这个家伙现在很受伤, 自己的智商和面前的两位比起来, 简直就是他妈的弱智。 啪啪啪。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杨洛慢慢转过深寒道, 进来。 门轻轻地推开, 董月亭的脑袋先炭了进来, 看见里面的气氛很融洽, 才笑着总进来。 东西买来了。 说着, 把拎在手里的一瓶白酒和两个大大的方便袋放在桌子上。 杨洛笑着说, 玉婷, 你去找三把椅子来, 和我们一起吃点。 董月亭答应一声, 又走了出去, 时间不长, 拿着椅子回来。 食堂的胖师傅拿着碗筷, 还有酒杯, 跟在董月亭身后。 杨洛看着胖师傅笑着说, 老婆, 来坐下喝点。 胖师傅急忙咬手, 不不不, 书记啊, 你们喝, 我再去给你们炒几个菜。 不用了, 你去休息吧。 胖师傅点头, 转身离开。 杨洛招呼一声, 来来来, 不要看着, 都坐下,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菜是普普通通的炒菜, 酒是当地产的白酒, 几个人有说有笑的一边喝一边吃, 气氛很融洽, 就连很挑剔的李继彤都很高兴。 李继彤说, 杨洋, 你怎么会到这个穷地方当官啊, 难道真的是为了赚钱? 杨洛放下筷子, 拿起劣质的三金, 擦擦嘴。 如果我说是为了这里老百姓来的, 你信吗? 李继彤毫不犹豫地说, 我信, 凭你的能力当个市委书记都不会有问题, 现在来这个地方当这个屁大胆的官, 肯定是有原因。 唉, 这儿的老百姓太苦了, 经常吃了上顿门下顿, 孩子没有遗传, 上不起学。 前几天金星催的一位大嫂, 就是因为家里没粮, 孩子饿得嗷嗷叫, 没有办法上了调。 要不是发现的及时, 现在啊, 已经变成一堆灰了。 李继彤,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凭什么我们可以紧一御食, 他们饿着肚子? 难道是他们不行了? 不是, 这里的每个人都比我们努力, 行啊, 可他们还是吃不饱, 穿不暖。 真痛啊。 如果我不为他们做点事, 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耿卓和楼海星对这里已经有些了解, 听了杨洛的话倒是没有什么, 倒是李继彤和黄俊豪, 他们知道李穷, 但没想到会穷成这样, 连饭都煮。 李继彤叹口气, 唉, 现在的一些官员啊, 他们想的不是怎么为老百姓做事, 而是升官发财。 如果他们能扮演好每个人应有的角色, 是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富裕, 最少吃饿肚子。 杨洛的班上已经斑驳不堪, 用红旗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看见了吗? 几个人齐齐转头看过去, 梁洛说, 我只想他们声音能少一点, 行动能多一点, 哪不十分之一, 钻营的精力为老百姓做点事, 也许为人不大字了。 一只没有说话的董月亭, 突然气呼呼的说, 你出了事情, 县里会叫高明的副县长就去找我们, 要和我们谈投资的事情。 当时你才没看见他嘴脸呢, 好像和你有仇一样。 一说起你被双规, 是误足倒的, 当时我都想给他一巴掌。 没好处的事都他妈的咋, 有好处的事打破了脑袋也要抢过去, 何况是五千亿的投资, 这可不是一个好就能盖回得了的。 皇上, 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为了五千亿投资, 竟然把你抓起来。 雕官比雕名还吃啊。 就在这时, 门砰的一声被撞开, 庄浩轻连肿地闯了进来。 这小子看见里面的, 乐乐地说, 书,书记? 杨洛笑着一摆手, 没事, 看到杨洛没有怪罪, 庄浩才松了口气, 然后有些激动地说, 书记, 看了这封信, 我妈说, 晚上的时候在我门口发现的。 杨洛接过来没有看, 而是问他,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倒架, 然后我就跑过来了。 杨洛点头, 看来自己在县局离开之后, 庄浩就被杨洛放回来了。 李明耀对你作礼。 今天下午, 李明耀找到我说了刘洪的案子, 还没等我说话呢, 就被他打昏了。 醒来的时候, 李明耀就拿着一份, 我已经按了手印的口供, 只证你为记。 我不答应, 他们就开始打我, 后来我昏过去了。 当我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 就被调查组的车上了。 陆没有说什么, 打开信一看, 鸿芒在地上而过。 还真是无法无法。 张浩, 马上组织人手进行调查, 情况属实, 立刻对罗金全时抓捕。 张浩答应一声, 转身刚要走, 我喊他, 等等, 还有什么事情? 杨洛敲了敲脑袋。 武康建, 证明省里已经知道了他的事情, 这很可能会派人下来调查。 这样一来, 李明耀是自身难保, 罗金荣要是聪明一点。 你派人二十四小时盯着罗金荣, 大伙很可能会跑。 好。 查得怎么样了, 我也就让人带到省里, 找专门的审计固审核, 估计差不多了。 通知了, 大伍带着账本到南宁第一医院来找我。 是。 庄浩快步走出去。 被庄浩这么一搅和, 谁也没有兴趣和你。 李西同站起身说, 好了, 我去休息了。 杨浩快时间, 已经十一点多。 那好, 都回去休息吧。 几个人走去室。 董月亭看着杨洛的背影一阵, 脸色突然变得肺红,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直到楼海清喊他才回过神了, 跑向宿舍。 杨洛回到唐岛床上就呼呼大睡。 这下一会儿, 一会儿和背衣鸟翻云覆雨, 一会儿和王童水乳交融的缠绵, 一会儿和火缝, 最后连金日善, 王美丽眼了。 几个女人非常融洽地和他大田的小子高兴地, 一直黑黑傻笑。 外面的天空露尺子曙光, 杨洛嘴角挂着银荡的笑容声。 这家伙的手摸到一个圆圆充满弹性的物体, 本能地捏了捏, 传来一声骄影。 这个声音发生在杨洛耳边响起, 猛然地睁开眼睛, 只见一个美丽动体出现在眼前。 而这个动体的主人就是董月亭, 正瞪着大眼睛在看着他。 杨洛还没喊出声, 就被柔软的嘴唇堵住嘴。 杨洛急忙推开董月亭, 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 这次是个吓到, 就像受了惊吓的小寡妇, 锁得了。 董月亭一翻身坐下那个白眼, 喊什么喊, 我又没说让你负责, 是的。 这个女人跳下床和衣服, 把脑袋探到杨洛面前, 乖, 请不要到处去乱说, 不然, 月亭下仪盯着杨洛的小兄弟, 不然, 我一定会把他咔嚓了。 杨洛终于平静了下来, 你想起了昨晚的春吗? 原来那都是真的, 不是和梦里的人, 而是和董月亭。 你, 董月亭伸出手指, 强博的下巴, 很不屑的说, 你什么你, 姐姐我把你强奸了, 想怎么样? 你这何苦呢? 我董月亭不会为了爱苦手男人一辈子, 但我必须要把第一次带的男人。 说完, 抓着个上面带着一点落花, 还有昨晚鸡群后留下的床单, 硬生生的在杨洛身下拽了出来, 然后潇洒的一甩头发走了出去。 开口的时候, 突然停住脚步, 回头咯咯笑着, 如果你想让我对你负责, 我一定会娶你。 杨洛看着董月亭嘀咕着,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这个家伙坐在那儿一直发呆到天亮, 才穿好衣服洗漱走出宿舍。 突然看见黄欣欣的车停在董月亭宿舍的门口。 这小子什么时候会, 这时, 董月亭冷着脸宿舍里走出来, 黄欣欣嬉皮笑脸的跟在宿舍的什么, 老爸, 我回来了。 黄欣欣抬头看见杨洛站在那儿, 跑了过来。 杨洛看见黄欣欣, 干笑一声。 这家伙欺骗黄欣欣, 把财产都卖了, 送出去, 也没指望董月亭会真的嫁给他。 你没能耐, 把董月亭追到手, 这都不能怪我吧, 所以心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看习里糊涂的和董月亭发生了关系, 现场心心就有点心虚。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把财产都卖了, 房子和车。 兄弟, 你真的把钱都捐出去了吗? 当然, 我黄欣当花钱就捐。 兄弟, 钱你还是不要捐? 不, 为了月亭, 我一定要捐出去。 如果, 我说是如果啊, 你把钱都捐出去了, 月亭突然嫁给了别人, 你不会跳楼吧? 黄欣欣一挺腰板, 好起干笑, 绝对不会发生月亭嫁给别人的事情。 黄欣欣一定会打动月亭的心, 让她嫁给我。 我是说如果, 她嫁给别人, 没有如果啊, 月亭一定会死。 杨洛揪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要是让黄欣欣知道她和月亭的事, 不知道会不会拿着刀倒打。 黄欣欣奇怪地看了杨洛一眼。 老大, 我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哪有啊? 走吧, 吃饭早餐, 配我到省里去一趟。 黄欣欣狐疑地看着杨洛, 总感觉到这家伙有点不对劲, 可又看不出有问题。 去省里干什么? 我是您医生, 到省里去给人看病。 你不当神棍真是可惜了。 两个人来到食堂, 里面的人不多, 看见杨洛进来都站起身打招呼。 杨洛很无奈, 他说了很多次, 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招呼, 既然没人听, 他也懒得说了。 杨洛打来饭菜, 看见董月亭和耿, 楼海青那一桌, 犹豫了一下, 还是硬着头过去, 偷偷看了一眼董月亭, 这个小女人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太死心, 然后坐在他身边。 黄欣欣很不满地说, 老大, 是我的。 好好好, 你坐这儿, 不许都。 董月亭连头都没开来说。 说耸了耸肩, 一副爱慕能助的表情。 黄欣欣用很有杀伤力的眼神 瞪了杨洛, 很不甘心地坐到了董月亭对面。 杨洛揉了揉鼻子, 然后低着头开始吃, 一句话也不说。 耿卓和楼海兴险, 强忍着笑, 一口一口地吃着。 过了一会儿, 杨洛突然把筷子一扔, 拍了一下脑袋。 我怎么把他们给忘了? 然后看着董月亭。 陆瑞和那小丫头呢? 董月亭在爬出面金纸擦了她嘴。 在下关村, 我担心你并没有告诉他们两个。 杨洛撕了一会儿, 我要去省里, 然后直接回京, 一会儿我们一起走, 把催泉带上。 董月亭没有说话, 杨洛看着耿卓说, 公主, 现在天气暖和了, 尽快把他的手, 争取下时期投入使用。 好的。 邓卓答应一声。 这时, 钟志欣和吴强辉, 还有强辉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周梅。 老周! 三个人走过了, 周梅犹豫了一下, 也走了过来。 杨洛指着旁边说, 坐。 给人坐下, 杨洛说, 一会儿我要去省, 然后去北京, 估计最少要半个月才能回来, 一定要好好配合, 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 不, 放心吧, 书记。 嗯, 老周啊, 你去县里一趟, 找中小企业局局长柳兰哥, 他就是城市规划, 把他请过来, 在城市建设规划, 他比我们谁都有发言权。 中智新犹豫着说, 书记, 杨洛说, 我去省里要钱, 钱一下来, 你们就开始修路, 记住, 一定要公开招标, 保持保量。 中智新突然说, 书记, 你答应白秀村十几名老百姓, 半个月要把征地补偿款给他们, 时间马上可就要到了, 可我们手里一分钱都没有。 杨洛敲了敲头, 看着耿卓说, 耿总, 有一件事, 还要请你帮忙啊。 杨书记, 有什么话就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绝不推辞。 我们镇的情况你也了解, 欠了老百姓几十万的补偿款, 没有能力兑现, 希望耿总能帮忙忙, 利息, 我们按照银行的利率给。 多少? 五十万。 明天我会把钱回到你们镇的账户, 至于利息就算了, 千人不多。 杨洛又和几个人聊了一会儿, 把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交代好, 然后站起身手。 正面同志, 把你手上的工作安排一下, 和我去省力。 他很可能要在省力待上几天, 可要带着翠莲那个小丫头, 得有个人照顾, 所以想到了周梅。 周梅也没问去省力干什么, 点头答应一声。 杨洛几个人出了食堂, 就看见李继彤和黄俊豪 站在他办公室门口。 杨洛快不走去笑道。 李哥, 昨晚睡得还好吧? 李继彤微微一笑。 我现在就回北京准备一下, 过几天再过来谈投资的事情。 哼, 正好, 我要去省力, 我们一起走吧。 半个小时后, 杨洛到了下关村, 陆瑞和翠莲是在邹石锦家住了一晚上。 见到杨洛, 翠莲小丫头欢呼一声扑了过来。 杨洛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走, 我们回家去见爷爷奶奶, 还有爸爸妈妈。 小丫头转身看着陆瑞和董月亭, 哽咽着说。 锤姐姐, 玉婷姐, 我舍不得你们。 董月亭和陆瑞眼睛一红, 抱着翠莲安慰地说。 杀丫头, 想我们了就给我们打电话。 再说, 北京离景州又不远, 放假了可以来找我们, 而且我们也会经常去看你的。 翠莲趴在两个女人怀里呜呜哭了起来。 董月亭和陆瑞也跟着掉眼泪。 杨洛叹了口气。 哎, 女人哪。 说到这儿一扭头, 突然看见黄欣欣这个大老爷们儿居然也在抹眼泪。 草, 黄欣欣, 你他妈的一个大老爷们儿跟着凑什么热闹啊? 你还是不是人啊? 这么感人的场面都不呼。 杨洛看着黄欣欣, 突然一阵哈哈大笑。 听见杨洛的笑声, 董月亭, 陆瑞和翠莲, 全都怒瞪着杨洛。 杨洛感觉到身上凉索索的, 急忙拉着翠莲, 黄欣欣走了。 老大, 你一子, 妈的, 要不是有事情要你去办, 你以为我愿意带你啊? 黄欣欣恋恋不舍地上了车, 对着董月亭喊道, 月亭, 我很快就会回来。 啪, 坐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哪那么多废话, 快走。 黄欣欣捂着脑袋, 不满地嘀咕哩, 启动车子, 急驰而去。 这黄欣欣的车空间还算大, 不然加上周费莲和李继桐黄俊豪, 还真放不下。 就在阳王那头, 高明这个年轻的常委副县长顶着个熊猫眼走进办公室。 五千亿投资客把他折磨坏了, 一晚上都没睡好。 尤其是昨晚杨洛必死的结局, 最后居然全身而退。 这个家伙比坐群还要不甘心。 他真不甘心。 高明愤怒地说了一句, 然后坐到椅子上, 脸色也越来越阴沉。 这五千亿投资他拿不到, 而杨洛凭着这个正机, 很快就会爬到他的头顶。 事情绝对不能让他发生。 想到这儿, 高明本来有些斯文的脸, 扭曲得变形了, 显得有些猙獰可怖。 我可是北大的硕士, 你信娘的算计, 想凭着这个投资趴到我脑门上来。 门动! 高明站起身走出办公室, 通知大化线, 我要去检查工作。 冯导国并不知道 昨晚发生在大化线公安局的事。 早上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 就要打给钱荣, 突然门被推开, 钱荣大步笑着走了进来。 冯导国放下电话笑着说, 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 钱荣奇怪,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我算完之待, 你一大早就来了, 一定有事儿吗? 还行。 钱荣把手里的一个文件将给封, 你看看, 书文坐到沙发上。 冯导国疑惑地拿起来, 很快, 疑惑地表情消失了。 足总有一个小时, 冯导国把文件放下, 揉了揉太阳穴。 想起昨天下午, 高言打完电话后, 为什么脸色那么差呢? 除了杨洛和安庆农不一般的关系外, 原来, 他投资的原因在。 钱荣奇怪冯导国的反应。 朱姐, 五千亿投资啊, 你不怀疑他的真实性吗? 冯导国抬起头, 看着钱荣。 抱歉啊, 我找你也是因为这个杨洛。 后来, 怎么了? 冯导国把昨天发生在医院的事儿说了一遍。 平阳平, 还有安书记和高秘书的反应上看, 这笔投资假不了, 这就是我不怀疑的原因。 钱荣脸色变得非常凝重。 黄平一说杨洛的背景很深, 他还有些怀疑, 现在看来假不了, 那昨晚发生的事情, 省里肯定会下来人掉。 这些麻烦, 无论谁对他们都有无法推脱的领导责任。 钱荣把昨晚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必须抢在省里之前, 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这样, 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 事情也不会变得太浮。 风宝国脸色变得非常难, 这帮混账东西。 钱荣没有说话, 风宝国沉思了一下, 看来李作勋很有问题啊, 可他成长的关系不一般, 我们要是拿他开刀。 钱荣说, 无论他在这件事情里, 他角色, 如果我们放水, 恐怕杨洛同事过不了啊。 风宝国沉思维, 过了一会儿说, 先组织人手下去调查, 等调查结果出来, 看情况再说。 钱荣点头, 只能这样了, 说完站起身, 我去大花镇接见水, 想投资的情况, 不然我不放心。 你去, 有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比亲自出面。 哎呀, 咱们现在是求可, 尤其是对杨洛同志这样的人才, 我还本身, 要面子就没票子, 我们何吃得太, 为了他们, 我这一张老脸就不算什么了。 行, 我们现在就走, 如果投资的事情确定下来, 还有联系一下媒体, 提传一下。 冯宝国拿起办公室, 不要通知他们了, 我们直接过去。 杨洛离开后, 钟志欣刚想去县里, 乔永辉匆匆匆跑了过来。 钟书记, 刚刚县政府来电话, 说高副县长要来咱们镇上调研。 钟志欣一愣, 昨天开的目的他已经知道, 今天又突然说要来, 恐怕是来者不善了。 乔永辉匆匆匆地说, 高副县长来调研, 我副办什么调研内容, 以后准备一下, 可他们说不到。 乔永辉也怀疑高副县, 乔永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永辉说 不如给书记打个电话 问问他怎么办 钟志欣点点头 既然无法做主 那就找杨洛这个一把手 身后得罪人 钟志欣拿查给杨洛 书记啊 刚刚接到电话 高阳下来调研 我们是不是到饭店安排一下 安排什么呀 现在这里才睡这么紧 吃饭 要吃让他回去吃 要是用到会议室水果也不要买 弄点白海水就行 这个不需要钱 至于烟也不要放 会抽烟的身上怎么可能不带烟啊 想抽就抽他们自己的 我们可没有钱往前走 可是 没有可是 和高夫现长解释一下我们的难处 我想他们早应该谅解 如果到了中午他们还没走 让他们到食堂吃一口吧 我们平时吃什么 他们吃什么没有必要 不过我们一天五块钱的餐费 他们给两块钱就行了 我告诉你 钟智欣啊 如果他们真的在食堂吃饭了 这个餐费钱收上来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听筒里传了一阵盲音 钟智欣拿着电话一阵恶然 乔与小心翼翼地问 书记怎么说啊 钟智欣说起来 苦笑着把杨洛的话重复一遍 乔永辉张大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个年轻书记还真够饶不语的 你不怕得罪人 可我们怕呀 高明再怎么说也是常务副县长 是能得罪得起的吗 乔打扎扎嘴 怎么办 导致心无奈地说 还能怎么办 按照书记做 不过 千万不要提到食堂吃饭 不安排也就算了 还让县里的领导去食堂和我们吃白白菜 而且还要钱 这可不是我们镇里有钱没出题 而是赤裸裸地往高明脸上杀耳光 乔永辉点点头 我去同步镇长他们准备一下 估计也快到了 智欣答应一声 你去吧 十点刚过 高明带着县委举等几个直属部门领导 就到了镇政府 钟志欣带着镇里的大小干部 站在镇政府机关大院门口迎接 高明下了他那辆土桑 县里那些直属领导 后面撤离下来 钟志欣笑着迎了上去 欢迎高县长和县里领导来我们镇上检查指导工作 钟志欣热情地抓着高明的手 而高明却不冷不热 抬头扫拭一圈 冷着脸说 杨书记呢 钟志欣就跳 陪着笑脸说 杨书记去省里了 我记得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不长时间 高明 打电话让他回来 告诉他 我还有几项重要工作 要跟他谈谈 钟志欣一皱眉 他和杨书记有什么 难道是因为那五千亿投资 他也太扯淡了 你高明是县里的领导 是抓经纪的 只要这五千亿投资落在大化 这个政绩跑不了你的 可你居然要独吞 这么大的蛋糕 你一个人吞得下去吗 有那么大的嘴吗 乔永和高明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丝疾笑 这个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 太他妈了 昨天抢投资没抢过去 是你赔那个本事 人家投资商不跟你合作 没想到今天就来找杨书记的麻烦 真有意 真理那些领导也都自怀着心事 钟志欣并没有打电话 高明等人来到会议室 邀请高明上了主席台 高明看着面前除了一个茶杯 什么都没有 脸上更加阴沉 不起茶杯 把盖拿开一看 怒火直出 居然是一杯白开水 里面连个茶 而跟他来的那些机关领导 脸色古怪的看着面前的茶杯 然后 紧接着又低下了头 他们任何一个人到下面去检查工作 要是单位敢这么对他们 估计比高明还要活他 不过今天不同 他们只是陪着领导来的 大化镇买来极品大烘烤茶 也是给高明面子 和他们没有关系 而现在会议桌上出了白开水 离开水